应该有吧 我说一下我们是我们这个团体是Rosefine 然后我们这所有课程都用花了发个license去做发布 我确定了 然后那再来就是我们这边全部都open source 所以没有任何商业利益 然后什么东西 所以我们一直在找免费的场地啊 什么东西 然后感谢那个EFICE提供的场地 那我们的所有东西大概在Google Document里面都有 包括我今天要讲的所有东西 那可是这边其实都只有大概大纲而已 那OK那我们开始吧 那首先开中名义就是 我们这边不会教你如何去安装Ruby这件事情 因为Ruby安装有非常多种 那我大概可以简单解释的是 第一个你不应该用Windows写Ruby 这是开中名义的第一个 因为Ruby非常多的library都是for Linux 而且有的需要又做confirer动作 那在Windows上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然后想当年我也是在Windows上开Ruby 然后开得非常痛苦 然后换成Linux之后就完全没问题 还过天空 那你会非常遇到 Anyway远离Windows对谁都好 那Ruby安装很简单 其实在这边具有 就是你只要去输入这个 然后把它复制贴上 然后再输入这个 你的Ruby安装就装好了 那Ruby安装好之后 你可能还是需要另外打指令 比如说Ruby安装目前是2.2的样子 然后你就可以把Ruby装好 那Ruby装好之后 你可以看一下Ruby-V 你可以看到你目前版本Ruby 当然这个版本不是最新的 因为目前好像到2.2.1的样子 以今天来说啦 OK 那这是Ruby安装 这边我会跳过 因为这边有很多的基本教义派 还有什么东西 都是教你如何装Ruby这件事情 好 那在这之前你应该先装一个GIN 叫做 AP 不是 AW Authen Print 这是我 这则门客只有装这个GIN而已 然后这则门客只有用两个东西 也就是这个terminal跟后面的浏览器 没有任何其他工具 OK吗 好 我已经装好了 那再来是这一堂课 还有另外一个 就是我们这一堂课 大概都只在打IRB而已 IRB是一个Ruby的 很好开发测试的地方 所以你只要装好Ruby 然后 你就基本上就有IRB可以用 那我会说刚刚装AP的原因是因为它 Authen Print简称AP 那装AP的原因是因为它有比较好的显示方式 类似你要先require AP 然后之后就可以AP 比如说123 然后它有比较好的颜色啊 什么东西都比较好看一点 那比如说1299 和脸上 它都会显示的比较漂亮一点点 OK吗 好 那这是我们要用的东西 那 OK 那 首先是我就先照我的东西说 那你们有任何问题马上都可以问 没关系 因为你们有的问题应该是 别人也会有的问题 好不好 那我可以录进去也没关系 OK OK 那 我说一下我们刚刚装了一个GIN 然后装完了一个 ANU我们刚刚装完一个GIN 然后并require使用它 那在Ruby的Document里面有分三种东西 首先有分三种 那我先带你们去看一次 去Google一下RubyDoc 你应该可以找到这个网站 Document 然后呢在这边就分两个 OK吗 就是一个叫做Core Core Library 跟Standard Library 那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叫做GIN 那GIN在这边有 它叫做RubyToolbox 在这边可以找到全世界最有名的GIN 基本上这边上面都会有 那我说一下这三个分别是什么 在一个Ruby装好的时候 一定会有Core Library 也就是Ruby 只要被ON起来 程式执行起来之后 你就可以用Core Library OK吗 那如果你把Ruby装好 可是你要另外require它 它就叫做Standard Library 不用另外装 可是你要另外require它 因为它不可能把所有Library都塞进去 不然你记忆体会爆掉 OK 那再来是 最多彩多字的是这边 也就是利用Core Library 用Standard Library 另外做出来的一些Library 那这个东西 在Ruby下就叫做GIN OK吗 那在这上面的所有东西都要装 那包括我们刚刚打的那个是 Authan Print 在这边也都会有它的影子 那RubyGIN有一个很好玩的地方 就是它后来的GIN 大概都在Github上面可以找到 那如果你要了解一个GIN 你只要去Github找到 或是类似在这边 你就可以找到它的Source Code Source Code里面就会跟你介绍 ReadMe里面就跟你介绍说 我如何怎么用它 包括install 然后去用它 然后还一些设定啊 什么东西都有 那你甚至有一些问题 或是发现一些bug 你就直接在Github上面去发 issue 你甚至可以帮它改 所以你去帮它三个PR 我们成真PR 就是Pro Request 就可以送给对方 那RubyGIN 就是这样操作的 就是你可以开个GIN出去 然后如果你会写的话 开个GIN出去 那大家觉得不错用的话 就抓下一个用 那如果你要修改的话 你就直接在上面去跟作者沟通 然后需要修什么page 然后什么东西的 就大概就是这样子 好 Anyway 车远了 我们从头开始 那OK 所以我们的RubyDoc RubyDoc分三类 一个是CodeLibrary 一个Standard Library 一个叫做GIN 那只有这三类 没有别的 那再来是 就是一些基本情别介绍 跟如何做字型 那我教你如何做字型 也就是如果 新手这个很重要 就是如果你看到一个全世界 不知道任何东西的东西 比如说123 或是123.099 这个东西你不知道是什么 当你不知道的时候 你要记得你要做两件事情 第一个是你先去看到class 在Ruby下面所有东西都是5件 那所有东西就可以都可以上一个一些master 那有些master 基本的 比如说.class 欸不对 这个要先挂好 这是它的特性 这个东西 比如说123.class 比如说 -0.009.class OK 那你知道它的class 是什么的时候 你记得 就可以这样做 比如说我可以把float 复制下来 然后去Google 就好了 比如说Ruby float 然后再加一个Document 你基本上就可以找到它定义这个东西的Document 然后你就可以再进去看 那你就有这旁边这边就有列表 也就是你该如何用它 OK吗 那我做一个方式给你听 比如说 这有个forward OK 那你就可以这样做 比如说-0.009 这个 就会变-1 那 为什么会这样子 里面你就可以把那个master 点进去看 这边就有一些很基本很浅显很容易懂的demo给你看 Ruby Ruby Document 基本上写得很容易懂 而且东西不多 我等一下会带你们去 就是大略的overview一次 好 那这是自省 自省之外 有第二个是Ruby 上还有一个东西是0.9. 所有的东西都有这个东西可以用 只要它不是奇怪的东西 奇怪的东西我突然说 那masers 这个会回传一个阵列 也就是一个矩阵 它会回传的是 这些 也就是如何用它的所有的东西 那我们刚刚说的float里面的东西 比如说是什么 加减 乘 除 2s inspect 什么东西的 在这份里面也都有 所以很多时候如果你忘记掉一个名称的时候 请你直接用类似masers的方式来做 然后它就把里面说可以用的东西全部都列出来 你连document都不用去查 如果你只忘记那个单子怎么拼的话 ok吗 好 那如果你用ap 它可以看得好一点 比如说0.0的masers 我说我前面这个东西是任何一个东西 就是任何一个物件或什么东西 甚至是neo也都可以 ok吗 好 那 它就会列出所有你可以用的所有的masers 甚至包含它的定义域 就是这个masers到底定义在哪个object或是class里面 ok吗 那这边就可以说 那我就可以加nat 或是一些方式 比如说最下面应该有2s2f这些 做行别转换的 那这些都可以用 所以 所以 Ruby对我来说最最重要的是 一个新手最重要的是你至少要知道 它是什么 跟 它怎么用 ok吗 虽然这边很多很花 可是你慢慢去了解的时候 这个会是你最大的其中的武器就对 好 好 那 再来是 看一下 好 那 Ruby下所有东西都是物件 那比如说 其他语言一定会有的 像是NU 可是 Ruby下面没有NU 这个东西 取代的东西叫做NEO 那NEO本身也是物件 好 不像别的语言 比如说Java C-sharp 那些很基本 那些语言都有 那些语言都有所谓的基本型别 那基本型别 其实是不能弄得像物件一样去做一些操作 可是Ruby下 所有东西都是物件 所以你可以做尽 你要做任何的邪恶事情 包括复习它 什么东西 好 那再来 继续 这边有大概讲就是如何教你用class的说法 然后你可以去取到一些东西 取到一些东西之后 你再去用它去查Document 那你就会更深入了解它 它到底是什么东西 然后该怎么用 好 好 那再来是一些基本型别 我这边其实大概有列一下 比如说123 这是数值 所以123加123跟123除123 其实就直接用就好了 在Ruby下面都可以直接打 直接打 直接有 那当然还有很 欸 Ruby可以做大数运算 那我先给你看它如何去做大数运算 它会自己做型别转换 其实你不用走 比如说123.class 这个叫fixmark 那如果用层层这个东西叫 那个 次方类似是多次方那一种 那这边就会变成bigmark 那这数字有多大呢 有非常非常大 你当然可以乘更多 它会自己做型别转换 那所以 Anyway 在Ruby下面其实不用怕精度问题 因为它精度很高 而且它自己会做型别转换 除非你会高到更多精度的话 你在standard library里面有个叫做bigmark 的东西可以玩 好 那再来是float float 其实就是一般的浮点数 那Ruby的float跟c一样 那你会有奇怪的小数点问题 所以你那些应该要 用比如说run的或是一些方式 把那个小数点的东西去掉 不然你会出现那个有循环小数的问题 好 然后再来是array 比如说 这边就乱填 那在动态语言里面的所有array 都是不定长度 但是在如果比如说像native language 像需要compiler的语言 你都会需要类似 要去宣告它到底多长 或什么的 可是Ruby 因为它script language 所以它就不需要做这个动作 包含多维阵列 也就这样子就好了 好 那再来是stream stream 其实就是一般的字串 那Ruby下包支援中文 比如说 许盖工 这就是中文 那数字 这是笑点 有惨痛经验的人都会知道 那 再来是nil 我刚才有说这个东西 其实就是一般语言的no 那之后我们课程有讲 jotscript 也会大概提到这个东西 那 nil的意思就是空 也就是它什么东西都不代表 也就是一个空值的意思 那再来是true跟false ok 那这两个是做不灵运算的 那不灵运算其实很简单 比如说 true 偶尔 true 偶尔 false 会true 那false 偶尔 false 偶尔 true 偶尔会t 最后一个值 那我demo给你看 如果用偶尔运算的话 1 1 那跟 1 nn 2 nn 3 ok 以电脑科学里面或是近代的 那偶尔跟and 其实很好了解 就是偶尔如果是false 或是nil的时候会跳掉 跳到最后它认为是true的东西的时候 就直接回传出去 所以 这边就会变这样 所以下面如果在一个nil的话 或是false的话 这边会是1 ok吗 那 在ruby下 称为飞直的 只有两个 也就是nil跟false 只有这两个 没有别的 那我们之后讲到sql 下面就超多的 非常多 我想问 1n2n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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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有false 就马上会丢出去 所以nil 快丢nil nil 你1的话 它会丢最后一个 因为它要过到最后一个nil 了解吗 所以这是false的话 它会丢false 所以它 反正它就是一个过水 你把它连加在一起来 然后一起用 你就会知道它的 脉络是什么样子 你把 真值或假值丢进去就知道了 ok 那 anyway 我刚才有说一句话就是 只有nil 和false 为飞 那其他任何东西 都为处 ok吗 这是在ruby下最基本的定义 那 anyway 这边是一般的 不理运算 然后 再来是 这些差不多 那再来是 我先说一下 我刚刚都说了所有东西 其实我们刚刚看的这个 Ellen Nubi Halloway 里面大概都有10 那如果真的这边对你来说太难的话 你可以先把这边看我 反正我们有录影 你可以继续看我后面的东西 好 然后再来是 字串 字串其实 就我们刚才有说大概就这样子 就是拿两个过号刮起来 可是这两个东西不一样 这两个东西不一样 因为它的解忆器不一样 那我弄给你看 会是 比如说这边有一个导斜线N 前面有一个导斜线的一般来说叫做跳脱字源 那导斜线N的意思是Enter的意思 也就是断行符号 那所以这印出来的时候 再印出来 所以我用PUS 或是 我用PUS 它会断了一行 OK 那 可是如果是这一个的话 它的断行符号也就是跳脱字源不解译 不会被翻译 所以它会变成这样子 OK吗? 所以那两个东西不一样 那 在其他语言大概都是 安装 那个 我刚刚前面问那个end 然后 这个东西 的用途要去哪里查 因为我刚刚看那个Fixnum的 message 没有 没有那个 end 这个 我忘记了 我等一下再跟你讲 好不好 OK 我刚刚讲完了 哦 繼續,那Ruby還有另外一種跳樓字圓是用 緊知道 大於 那個大括號小括號,刮起來的 那 中間可以加任何東西,可是它之後會被直接 2s,也就是2street的方式來用,比如說你可以加一個1000 它就連起來 比如說,我先提到後面啦,比如說有個變數叫做999 那我可以直接丟到這邊,丟進去,它就直接塞進去了 OK嗎 那這個跟一般的做法,你在Jawsquake下可能會這樣做,比如說加,然後x,加 後好了 這件事情不會過,因為Ruby其實有部分的搶行別 它會跟你說你的fix碼沒有變成street 所以如果你自己用這種方式加的話,你還要再加一個2s 會比較麻煩一點 所以Ruby來說沒有人 基本上沒有人這樣寫 基本上都會寫成這個樣子 OK嗎 那所以 你大概知道這樣子,所以你以後看到有那個緊字號刮起來,那些大概都是 為了要塞某一些詞在用 好 那 當然裡面還可以再加一些運算,比如說 我們剛剛有說的,反正它就是一個括號的意思,那裡面你可以做很多事情,就是1加2加3加4 那你就有個值可以塞進去 所以裡面的當作程式用 而不是當自傳用 好 然後再是 Ruby下面有一些特殊的東西,比如說 Hash Hash是 長這樣子 那 這個東西比較有趣的地方是 它有兩種寫法 第一種是,比如說 Wr等023 sdf 234 那 我再給你看一下,這class叫做Hash 那 什麼是Hash? Hash這個東西在各種不同領域,或是各種不同的language 裡面有不同叫法 JavaScript下面叫做Object Per還是Python裡面有叫做Dictionary 對,然後還有什麼鬼名稱,那Ruby裡面就給它一個東西叫做Hash 那 這種東西的結構很簡單了解,也就是一個key 配上一個value 就這樣子 那跟array不一樣,array的話很像是一個陣列,那陣列有一個所因素 那 從0開始嘛,比如說這個0就是1 那這邊的99沒有東西,因為它沒有那麼長 那比如說 2的話就這個 那 Anyway我先把hash講完 hash其實就 所以前面那是key,後面是value OK嗎 所以 你要取到 Wr再把key位進去就好 所以你會得到123 大概是這樣子結構 好 那 這個東西 我剛寫這樣子 那 它有第2種寫法是新版大概在Ruby 1.9之後可以這樣寫 OK嗎 這兩個寫法完全一樣 沒有誰好沒有誰壞的問題 只不過後來 多了一個寫法出來 那為什麼會這樣寫的原因是因為它長得很像jason 對吧 長得很像jason 也就是那個javascript下面那個java寫法 那 可是你要記得這個東西,這個冒號不能離開這個字 因為離開這個字的話,它會變成像三民運算那樣子,它會跟你講說 你有那個syntax error OK啊,也就是你把他寫錯的問題 好 那再來是 就是 其實後來官方建議這樣寫 那再來是你可以取得到一些東西,比如說keys 那你可以取到第1個 keys會把那個hush的所有key都拉出來 那當然如果你用 Values就會拿到所有的值 一個是key,一個是value 好 那 你拿到key的時候拿第1個,你去看到class有個特殊的東西叫做symbol 而不是string 這樣的東西不一樣 譬如說 wr 全等於 OK 這是不一樣的東西 因為 光是class就不一樣 OK嗎 那 我說一下什麼symbol,symbol的東西很有趣 在Ruby下 那 Ruby下有string,可是string不適合當key 因為在Ruby上面有一些 我該怎麼說 以string來說對Ruby來說還是一個新的物件,尤其是你每次new出來,這樣就算是new了 當你按下enter的時候,這樣就算是new 你有出一個新的物件的時候,他的 我在說另外一個東西就是Ruby下所有的物件都有一個ID 他叫做object ID 所以你可以去看他的object ID 每次都不一樣 那這對Ruby的記憶體算是一種損耗的動作,因為你每次都在newstream一直用用用用用 那 他會拖慢hush的判斷速度 那所以另外一個東西叫做 他推出一個東西叫做symbol 所以 一樣的,olderID 這個東西就會固定 懂我意思嗎?所以hush用symbol比較快 那 為什麼還要有一個東西就叫做symbol,不是只有用屬性,原因是因為 所以symbol不會被free掉,而且他可以快速被使用,可以快速被参照 那再來第二個是strim通常會被當作value用 那symbol 應該變成一個類似flag,也就是一個旗幟,然後是指標方式來用 他不應該被當作value 懂為什麼? 那就是這兩個東西差別 所以預設官方的 hush是用symbol當作key 而不是用strim當作key 那 我講到來,等一下,我看一下hush OK 那 Anyway,這邊就是使用方式,那之後我們可以說到更清楚的東西 那我繼續講下去,那我繼續再講一個rate 等一下,我還有一個都沒有講 那 RubyShot不是只有symbol可以當key,他可以全世界的東西都可以當key,比如說你高興你還是可以用strim當key OK嗎? 那你高興可以用全世界最大的東西,比如說叫class當key 甚至是你用 現在的時間當作key 全部都是ok的 反正,而且他不會做行別轉換 比如說我取出我的keys的第0,對就是剛剛的時間的class 還是time 所以 Ruby下面支援所有東西當作key,可是他官方還是多多少建議你用symbol當key會比較好一點 OK嗎?因為他那些有輸入比較關係 好 然後再來是array array比如說123458 存有 這是一個array 那array裡面當然可以一樣可以塞 全世界任何的東西 那 Ruby下面沒有所謂的for回圈 其實有啦,可是那太隱含了,基本上沒有 那如何在Ruby下 把這些東西都印出來 譬如說他就會變成這樣子 譬如說 each do 那給他一個變數名稱,譬如說x pulls pulls end 這樣就全部印出來 那我等一下最後 比較尾聲的時候,我會跟你講他到底是如何做完這件事情 那 之後你才聽得懂 我們後面reals的寫法,不然你reals那邊會被 搞到懵掉 因為你不知道為什麼他可以這樣做 尤其在一個語言的時候 好 那所以anyway 通常沒有人寫for回圈,因為for回圈很難寫 譬如說for,v,i 然後i等於某個長度,i++ 那種東西 第一行就寫很久 那 以Ruby上來說 通常會怎樣寫,譬如說x等於這個東西 那所以x.h do y pulls y end 那再來是 其實你還有別的方式可以做,因為Ruby 提供你非常多的東西,譬如說 each with index 我們的for裡面的那個i其實就是index is 可是我要去each不只有值 其實他提供很多東西給你用,譬如說 也就是這個index 那第一個就是y 所以你可以 你如果去看那個array啊,什麼東西就有這個mencer 就是去看document的時候就有這個mencer 然後mencer裡面就有類似這種demo可以給你用 那document我們最後會再overview一次 就是比較重要的那些 class的部分 好 那這是array 那全世界只有兩種為非,我剛剛有demo夠過了,譬如說neal or false or 1.23 跟 1.23 nm 234 nm neal 或是 false 這邊就是一般的不理因算而已 然後 然後 再來是 一些結構式的分別 也就是if else 跟unleast 跟 cas when 跟each each我剛剛有demo過 那 一般的 層次寫作裡面一定有所謂的叛亂式結構 叛亂式結構也就是如果真就做什麼,如果假就做什麼 當然可以 Ruby下來可以做做顛倒或是 做多重選擇的方式 那 做法是這樣子,譬如說if 我剛剛有說不理因算很重要,就是這邊是true或是false 我滑出小點 ok if true 那pulls 123 就是當對的時候印123 else pulls nse and ok 那因為他是true 所以最後回傳的不理結果是true 所以他印出上面那個 然後不對的話印下面這個 ok嗎 這是最 基本的if if的運算 那 Ruby下支援的另外一種運算叫做unless ok 這個東西其實就是顛倒 那相同的寫法很簡單,也就是if not true not是不理因算的其中一個轉換的,也就是把true 打成false False打成true 也就是顛倒的意思 所以你前面再加一個not,也就是禁號 就會變成上面的那種結構,完全一樣 ok 所以他只是多了這個語句可以讓你不用加一個not 而已 沒有別的 好 那 這是 if 跟unless的寫法 那他還有一個叫做 switch case 他switch case的寫法寫的是這樣子 比如說x等於 3 那 case x 那你就可以開始寫,因為這就是很像多層次if 跟l字寫法 比如說 分1 boot11 分2 boot12 分3 boot14 3 好,這有點蠢 end ok 所以 他的結構是這樣子,比如說這是第一個,然後判斷到了 做這件事情 那 Ruby的 switch case不用加break 這個關鍵字,他自己會break掉 所以你不像那個javascript的每個 那個switch啊 case下面之後,每一段都要加一個break 不然他會一直從頭執行到尾 ok anyway他會自己break掉,所以你判斷到哪一段就直接 直接執行到哪一段 ok吧 好 那這 好像 seam的 那個debought 蛤 fullback的選項 fullback 我不知道呢 忘記了呢 Lego 好 好,那這是case跟when的結構 那 第三個是each的結構 each我剛剛有說 因為 通常沒有人這樣寫 比如說forI 然後什麼什麼鬼東西的 那當然 回而處還是有的 就是這種結構還是有的 那你其實可以高興就用rub就好了 在ruby下 那沒有 不太有人寫回而處 我寫個回而處給你看 比如說x等於0 好 那 回而處 也就是他會持續的做 x加等於1 fullx 1負 x 大於10 0 each end OK 他印到11 那這邊用了幾個東西 我剛剛忘記講這個 然後 還有這個 這是一個結構 那就是他到回而處裡面 他就 他就一直跑 那 回而後面會判斷是true或是false 當是true的時候他就一直做 那既然他是回而處的話就代表他會做到無窮無盡 可是 中間可以有一個break 的值 也就是 當你的回圈在跑的時候 你可以用break 去把這個回圈去中斷掉 所以他跑到這一行 他每次都加1 那跑到這一行發覺他大於 10了也就是11了 那他就把自己break掉 所以 這個東西就中斷掉了 好 那 這邊更解釋的是第一個是這邊可以做後製的判斷 在Ruby下很常用這種後製判斷所以你就不用寫一個if end然後中間cycle這樣要三行 那你寫這樣子的話就只要一行 那再來是break我剛剛說明也就是把一個回圈中斷的方式 那Ruby沒有 x加加也沒有加加x 所以你不用太擔心那個到底是 前面運算或是後面運算問題 反正他就只能用加等於 什麼東西 好 那我說一下什麼是後製運算 後製判斷 譬如說 先寫個true就好 那Ruby有個好處 就是譬如說我最後回傳結果會直接印出來 OK啦 那所以現在是true 那我希望他之後會印出true 譬如說if emn2 if emn3 OK 那這句話怎麼看 你記得後製判斷要從最屁股開始看 那也就是if 這邊開始 再來看 這邊 再看這邊 再看這邊 OK吧 所以這是true true再回去 還是true OK 那最後就把印出來 就這樣子而已 那譬如說pulse ill 然後 unleast 我們剛剛有說這個 amn1 false 這個一樣 也會印出來 因為我說這個前面 等於if 前面加not 那他代表forse的時候 經過那個not的運算會變true 所以這句話是true 對吧 所以會繼續做下去 那 這句話也是true 所以繼續做下去 那就做這件事情了 OK嗎 那 那聯合應用也一樣 比如說 999 if1 unleast 2 OK 答案是什麼都不印 因為你這個就錯了 對吧 因為unleast 我說過剛才有加一個not的寫法 所以 只有true的時候才會做forse 不會做 這邊是不理應算的東西 那你把它改這樣就會過 或是這樣就會過 OK嗎 從後面往前一直追 然後一層一層追 所以 有很多人喜歡把Ruby寫成一行 包括我 然後就看到 其實你讀的時候 我坐後面看 然後再從前面看回去 這樣寫法很簡單啦 因為你不用寫那麼多行 這叫後製運算 好 然後還有一個三元判斷式 三元判斷式在很多語言都有 也就是 是說true mout 問號 123 或是 2234 那 或是前面加個false 那這怎麼看也就是 前面一樣是不理應算 這邊就當做if來用 前面是true的 狀況要做前面的 那 如果是false也就是 飛的狀況要做後面的 所以 這個 過這個 然後 這個 過這個 對吧 這是一樣 這是三元判斷式 那我記得你不能連在一起寫 對 這邊也不能連在一起寫 可以 他可以連在一起寫 OK 這是三元判斷式 然後 再來 MASER的定義 我說一下MASER的定義是這一堂課最困難的地方 因為 Ruby下MASER的定義可以 縮減 然後還有一些比較困難觀念理解的地方 因為他有做一些簡化動作 那我從最簡單的開始講 也就是 如何定義一個MASER 跟如何使用一個MASER開始 好 那上面那些都一般的 上面這些其實你都可以去那個 那個 LenRuby什麼什麼 Wade那邊可以看到 好 那 定義一個MASER 比如說叫做Temp Temp1 那PUS 123 PUS就把它印出來了 那End 好 這上面 這個就是一個 一般的MASER 那下次用它你就呼叫Temp1 就OK了 OK吧 好 那 其他語言像是Java 他會強制規定你要一個掛號 既然他是MASER加掛號很容易理解 那他一定可以加掛號 那可是如果你不是一個MASER 比如說我要 奇怪的東西後面加掛號是不行的 只有MASER後面才能加掛號 OK嗎 OK 所以你測試一個東西是MASER 你就掛號看看 OK 然後再來 定義就是 MASER裡面可以定一些變數進去 什麼是變數 比如說我剛才有打一些 比如說 前面加一個 英文字 那中間可以用 底線隔開 或是 減號 我不確定 我試試看 那 記得前面不能是數字 因為他一開始的一定要是一個 等一下 我要等一下 123 OK 他不給減號 OK 像這就是一個合乎規定的變數寫法 也就是 開頭一定要 英文字母 好 那後面 數字 後面數字可以 可是要接在後面 那底線 你也可以用 那底線在前面 我記得也可以 你高興的話 真的高興的話 你可以用 你好 等於 999 這件事情在Ruby下面 OK的 所以你再打你好 就會出現99 也就是他 中文就是他的UTF-8也支援當作變數這件事情 你只要記得他前面不要是 數字就OK 或是一些奇怪特殊符號 好 那 我再 回來再定一次 Maser給你看 比如說 temp 2 那我可以定輸入值 比如說 x 好 那我把x印出來就好 好 那用法就會變成 temp2 括號 999 他就把999印出來 好 那也就是這個 329就是這邊的x 然後把印出來 就這樣子而已 這就是一個Maser的用法 只不過Ruby下面 可以做縮寫 那縮寫通常是人家最搞不懂的地方 那我這邊再提一個觀念 Ruby是讓程式設計師快樂的語言 你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這句話 可是這個觀念裡面 少掉一個含義 我幫他再加一句 Ruby不是讓新手快樂的語言 也就是Ruby其實很建議你去學了另外一套語言 像我之前是寫Java的 那我喜歡Java我當然知道這句意涵 然後我再去學Ruby就非常快 可是新手直接學Ruby的話會 使得蠻慘的 我目前感覺都這樣子 因為他有一些基本觀念沒有 可是你去Java那邊做苦工啊什麼東西 訓練了很久之後就大家都知道 好 我再訂一次給你看 Ruby可以縮寫 也就是 一樣的結構 X可以放在這邊 不用加任何東西 小括號縮寫掉 那所以 Pulse X End 結束 一樣的 使用的時候也可以縮寫 999在這邊 OK嗎 我問一個問題 那個Message的名稱本身是一個Symbol嗎 是Symbol 對是Symbol 後來改成Symbol 所以你Define完之後會回傳一個Symbol給你 也就是他叫什麼名稱 就這樣子 那為什麼不是用 就是呼叫的時候沒有前面 沒有那個 帽號 帽號 規定就是要這樣 規定是啥 沒有啊你可以試試看啊 反正你不知道你就是嘛 像我問你問的問題我不知道我也試試看嘛 不行啦 Syntex Error 他不亂幹 OK 所以你用Define 開頭 然後後面加一個Symbol或是什麼字串 你就可以訂出一個 Message出來 那我剛剛示範的是 必要值 也就是 這值可以很多比如說 XYZ 然後我AP 把它包成一個字串 X Y Z 丟出來 End 所以Temp3 比如說 99 6633 就會印出來 OK嗎 那你要記得他是必要值 那必要值的意思是什麼呢 也就是如果你少給的話 少一個 他會跟你講 可是你你記得在Ruby下所有的Error你都要去看喔 那 RUNNANDO 所以這邊是 你要他要三個可是你給他兩個 對不對 所以其實他跟你講 所以你再把一個補上去就好 再把一個補上去就好 好 那這是 必要值的寫法 那我照迅速寫喔 那 再繼續 X X Y 等於 123 Z 等 等 3 4 OK嗎 好 那你要記得這個有等於 我現在都照順序寫這些順序不可逆 聽懂我意思嗎 你不能把有等於的放到前面去 那 這個東西是什麼意思呢 我在一樣 我寫一個省略版 一般我訂的時候都會加括號因為 我以前交好派的 AP 我怕不對 爛了 OK印出來 那 印出來就這樣 那是 OK 這是3否3 那 你可以不給他 因為他 你剛剛的 Y跟Z有個等於 也就是他預設值是什麼 好 所以 這是Z的預設值跟 這個 你可以給到這樣子 好 那你不能 什麼都不給 也就是你可以用這樣子或是這樣子 都一樣 因為他會跟你講說你應該給他0到 1或是 或到3的 數字 也就是他最少是1 可是你給他是0 OK嗎 那 所以 你就開始給他 比如說 199 OK 那第3個就是他的預設值 也就是他用等於的那一種 好繼續 那 比如說 X Y 等於 23 你 AR GV 我說一下這邊的 ARGV ARGV不是任何意思 他其實是一個變數名稱 也就是其實你可以隨便亂打一個變數名稱都會過 比如說 List 只不過 俗稱都是叫做ARGV 他是一個 比較通俗的叫法 那一樣 掛號可以省略掉 好 那我們AP看出來看一下 比如說 X Y ARGV OK 我們訂好了 那我打給你看 比如說 第一個一定要給 我們剛才有說的 第一個是必要值 第二個是有 預設值的值 第3個我會說他是多出來 其他你多出來給他的東西 比如說 這個括號給你看 OK 最後的那個 預設都是 ARRAY 那只不過他現在預設是空的 那我們可以開始再打第二個 再打 很多個 那 之後的東西 其實我們剛剛只有訂前面兩個 那之後的所有東西會包成剛剛輸入的那個ARRAY 所以所有的值都在這一邊 所以你開心其實你就一個ARGV在最前面 反正你接多少隨便 好 那剛剛這個一樣可以把括號省略掉 OK 那 繼續最難懂的是最後一個 也就是 比如說 DFTEMP 6 括號 X Y 等於 13 ARGV ENDER BLOCK 這個東西很難懂 因為Ruby如果你玩到很熟 大概要玩個 大概半年多吧才會用這個東西 可是我一定要講因為他是Ruby下很多觀念 的來源地 也就是你剛剛為什麼有一個ARRAY然後很多元素裡面加個Each 就可以用 這到底是什麼意思 那 這個東西一樣是一個 名稱而已所以你可以隨便亂叫他 它就是一個變數名稱而已 那只不過常用它就叫做block 好 那 我這邊做一件事情就是 block.call 把我的 XY ARGV 揮進去 END OK嗎 好 那 這是什麼意思 然後呢 我直接示範一次 譬如說 TEMP 6 Due A XY ARGV 從這邊回來 好 那我把AP出來 等一下 我沒給他東西 譬如說 12345 AP XY ARGV ARGV 12345 0 1.2度 诶 我給了 等一下 我看一下 TEMP6 Due toend 压区 123 诶,等一下,我订看看 很怪怪 temp6xy temp6 temp6 括號 123 do xy 對 這樣就對了 我說一下這件事情 在做什麼事情 就是我們剛剛訂了兩個東西 一個是我剛剛說完這個的 一個是標誌,一個是預設值 一個是多出來說的東西 那block是什麼東西 block在什麼地方會傳進去 block我說一下 它是一支程式 它一定是一支程式 那那支程式在哪裡 在這邊 do到end之間 你先不要管 你就是把那三行 的後面 看作一支程式 那看作一支程式 它需要這些東西 很像這個東西對不對 懂我意思嗎 這兩個東西很像,非常像 基本上還一樣 那 所以 我當他呼叫的時候 他把這個東西 塞到這邊來 再把印出來 所以 這個東西到底哪裡來 注意看 我再說一遍一次 也就是這個東西 function define 完之後 那我這邊的值 會輸進去到這邊 對不對 到這邊之後呢 這個block是這邊的程式 對不對 這三行 對不對 那 這邊 也就是剛剛的123 然後再未進來 所以會跑到這邊來 然後再 最後被印出來 也就是後面那支程式 被丟進去 然後呢 那支程式呼叫 然後再把東西 丟進去的一個過程 那 所以 你現在應該看得懂什麼 1234.each do i who's i and 這件事情 對吧 ok嗎 所以呢 each do 到後面這邊 是一支程式 丟進 那個messer之後 他把每個東西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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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餵給你 然後呢 餵給你的 一個 同時你就把它印出來 ok嗎 那 這是Ruby 很好用的地方 可是這也是Ruby 速度慢的地方 因為這支程式 被呼叫了四次 對吧 不像那個破迴圈 在那邊跑了跑 跑掉就算了 而且這邊還會去做一個包物件的動作 就是包成一支程式的物件 那 相同的方式我再寫一次給你看 在 Ruby下有個東西叫做 plc.new do 到 比如說 puss x puss x and 那我寫好一點就是 會變成 do x puss and 那 這個東西還有一個地方可以縮寫 這是 Ruby很奸詐的地方 就是 這個 可以改成這樣子 puss x 這樣子 這兩個寫法一樣 你會發覺那個跟hush 那個又一樣 好 那所以 anyway 你會發覺那個do跟and 可以縮寫對不對 所以 一樣 你看我們剛剛不是有那個可愛的array嗎 點h 括號 一樣的東西 輸入值在這邊 puss i 這件事情的寫法跟我們剛剛那個do到and的寫法完全一樣 他可以用那個大括號把它刮起來 完全一樣的寫法 完全一樣的寫法 好 那我們把x變成 叫cpn new 我只用縮寫 我會交替的做 因為我最怕有人把它混在一起 那你兩個都知道的時候 你就會比較順一點 以後看人家寫的code 或什麼東西也比較順一點 好 那這是一支程式 也就是他把我輸入進去的東西印出來 對吧 那x.code 比如說15999 他就直接印出來 OK嗎 那我再定一個剛剛一樣的東西 你看 比如說temp7 只有and block 那我先puss block.class 先把它class印出來 跟你證明一下它到底是什麼東西 那再把一個東西 除去 比如說 block.code 99 end 那 temp7 的括號 x 因為它進來 上面這邊會進來一個 所以我下面勢必要接一個 那 比如說 puss x OK 你會發覺它就是 puss 9 它全名叫puss 9 那進來的值就是99 那99哪裡來 在這邊 這邊怎麼進去 這邊從這邊進去 這邊到這邊被呼叫 99塞進去 拉回去 拉回去 印出來 整個順序這樣子 這是 messer定義裡面最困難的一個部分 那可是 這全部的我再展開一次給你看 必要值 預設值 多的 array 一個block 這就是全部的東西 沒有多了 就這些 只不過這些順序是不能替換掉的 因為你會發覺多出來的一定是在這兩個前面 這兩個的後面 因為它才會多出來 那預設值可以不用填 所以它勢必在必要值的後面 那block看你要不要用 反正後面加了do跟end 所以它在最後面的 這些順序不能替換 可是可以省略 比如說 我前面都不要 我只留block 這件事情是OK的 比如說我前面都不要 或是全部都是必要值 都是預設值 這樣也是OK的 好 這是一個MASER的定義 那為什麼要定MASER 大概就是讓程式裡面的 reuse的部分 你就直接定出來 然後你就可以直接扣來用 就大概是這樣子的順序 好 很高興的我們解釋完這些東西 那我在Rosefunk 細部的不講 因為細部的在講下去會搞混掉 那我在Rosefunk上面有些文章 有提到什麼是 poc vs lambda 兩個的作用的方式不同的地方 那你可以去參考一下 不用現在看的關係 好 hack 那MASER的最後一個參數可以是h 最後一個參數是h 對對對 那我定義一次給你看 那我剛剛沒有講到一個是 h可以被省略 也就是我們剛剛 我們剛剛講的都是MASER的定義 你說的東西是MASER的使用 好 那我用一次使用給你看 譬如說 xyz ok吧 要不要加括號 我剛剛一直有說 你要加不加都ok 可是你要知道它是一個MASER 然後呢 有哪一些欄位要填進去塞進去 那ap xyz 拼出來 ok 那我去call它的時候 有幾種方式可以call 第一個是 這是RubySham好用的地方 也是難用的地方 譬如說 tame8 1 strim hello 絕對不是我 是kitty 我不喜歡hello我 然後再來是hush 在這裡可以縮寫 我們之前不是有說有東西叫hush 對不對 也就是一個key by 一個value 的方式 你高興可以加括號 也可以不加括號 在callmaster的時候 它可以縮寫 甚至可以混寫 我記得可以混 ok 進去 它是一個hush 對吧 前面是symbol 即使我用縮寫的方式 它到後面還是會變這種 ok嗎 我建議如果你看到人家這樣子呼叫的時候 你可以把括號上上去 先上回去 也就是這樣子 ok嗎 對吧 這是一個callmaster 輸入值 輸入值 後面是一個hush 我剛剛說hush可以省略 對吧 小括號還可以省略 ok 好 好 那 所以很容易理解這樣是ok的 那再來是hush還有一個特點 如果你在messor裡面傳入hush的話 hush一定要最後一個才能省略 也就是譬如說 對阿可是我要輸入一根 hello kitty的時候 這樣會掛 原因是因為 他不知道你的hush邊界到底在哪裡 他會認為前面前面是hush 然後後面那個應該也是hush 所以如果你要真的要這樣子弄的時候 請你把括號再加回去 ok嗎 這樣就會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他其實不讓我用 像這種比較特殊的東西 我建議你還是把它加回去就好 你一定call的到他 通常都是省略的關係 就是看你怎麼省而已 那Ruby下面很多messor 最後面都是後置hush 甚至他有兩個以上hush 像在reals的hush裡面 realshush裡面很見的地方是 他有類似這種call 比如說 tml9 這邊就option 可是他有預設值喔 有個hush ok 那這邊叫做html的option 他也有預設值 ok嗎 那這種時候要怎麼call 這種時候call是很尷尬的 比如說我把他兩個都AP出來就好 ok 我定義完了 tml9 然後你就開始很開心的 看了document 然後他有什麼設定值 要全部設定進去 比如說什麼 id class 等於 23 那 那什麼 id等於 23 ok吧 可是你會發覺第二個沒有東西 我照理說 id跟class 應該是在後面的html option 裡面的東西 可是會變到第一個去 call錯了 那我再打一個 比如說他可能要pass 比如說URL ok吧 等一下我忘記打 多號 ok 好 那你會發覺我這樣寫的話 一定都會在第一個 因為他本身都有預設值 而且我應該 我因為沒有加邊界進去的時候 變成全部都是在第一個 可是其實我的pass 是要在第一個option內 然後我的class跟ID應該在第二個內 對吧 在這種時候請你就不要說寫 你就乖乖老實一點 也就是這樣子 其實你分開第一個就ok 我們剛剛好像會錯 然後 所以你再把小括號加進去就ok ok吧 所以你這樣子第一個有對 第二個有對 所以你要記得 我會建議如果你是真的太new的話 就乾脆老老實實的寫括號 老老實實的把那些邊界都弄出來 你這樣絕對不會call錯 你們公司會要求coding style 一定要有管 還是一定要有管 不一定 不一定 對 可是我會跟他講這個概念 你絕對不能call錯 call錯絕對是你的錯 好不好 好不好 那他那個變數可以用symbol傳嗎 變數可以用symbol傳 我說一下Ruby上面如何解決太多重的值的傳入 其實你就傳入一個hatch就結束了 然後 Ruby下面如果的設定值如果太多的話 他其實不會在messer上面無聊 加了一大堆屁股那一大串 也不會搞得像那個java的overloading那一招 就是同一個名稱的messer寫一大堆 其實就是你自己去傳入一個hash進去 然後 啊你裡面的那個存字就開始寫說我要什麼值 我要什麼值 我要什麼值就好 也就是傳入一個set進去就好 你一般不是有時候 他通常那個symbol 可以代表變數或名稱嗎 欸 欸 反正他他他他只是拿這樣子用而已 對 所以他但是要存參數其實不能用symbol傳 傳參數不能 不能 symbol本身 欸等一下 symbol本身算 算一種物件喔 他跟strim差不多我剛有說 這兩個是差不多的意思啊 所以你高興如果那個乘式定義 他要傳symbol傳strim的話 你就知道他做就好 對 啊 不是 symbol不是只能用在hash上 你可以把當作變數用 有意思說 因為有時候 他的那些messer在寫的時候 比如說那個開始的時候 就像那個 開始那個macro的意思是這樣 對 他有時候在寫的時候他其實是傳symbol 對 那你就要照他的方式傳進去啊 對 那我剛才覺得那個symbol好像 好像就是比如說 傳證傳symbol 就是他的名字 他參數用 用一個代數 用一個變數嘛 對 所以那個變數其實是一個symbol的感覺嗎 還是 你只有講一些 類似 類似 可是他實作上也不同 因為我感覺好像就是他那個 他那個變數的 他直接用變數去操作了 他根本不管 symbol的 對 對 他其實不管 對 OK 繼續喔 好 很開心的我們把block講完了 因為這是最困難的部分 就這一張最困難的部分 那再來是變數的生存範圍 我說一下在Ruby寫作上面 不會像我這樣寫 因為我這樣寫的話很怪 而且你的程式不能用 你應該把你的程式受限於某一個區域內 那 受限區域內 在Ruby下有兩種寫法 一種叫做class 一種叫做module 那我慢慢解釋給你聽 一個叫做class 比如說我們定一台汽車car 好 那 之後呢你有兩種方式可以寫 我們剛剛定義完Macer 那我們要定Macer的作用域在哪邊 他的關鍵字會變成 df save dn hihi whose you and df hihi whose ho and and ok 我把一個物件的東西定完了 那我現在講的東西是oop 也就是物件導彈程式設計 那 那 Ruby下面有完完整整的物件導彈程式設計所有東西 包括繼承 包括類似Promion 或是Mixin之類的東西 全部都有 那我慢慢解釋 那 首先是 一個 汽車跟汽車工廠的分別 那 我的 我如果要伸出汽車的話 我上面其實是定一個汽車工廠該長怎樣 那我可以伸出一台汽車來 我可以伸出一台汽車來 用一個變速接它 等於 ok吧 那 之後呢上面這兩個Meser有點不一樣 就是一個有加save 一個沒有加save 對不對 你要記得 有加save的是大的那個在用 也就是工廠在用的 沒有save的是小的在用的 也就是汽車在用的 好 那我用給你看 就是比如說 卡的嗨嗨 應該是 右的這個 對吧 那 小的卡 因為它是上面的這邊被 那個 工廠 尿出來的那一台 點 嗨嗨的時候 扣到的是 這個 ok嗎 懂我意思吧 好 那我繼續 那你知道一個大的會伸出小的 那我們就可以開始寫一個 很複雜的程式 然後讓未來物件用 譬如說 我們自己再去定義 譬如說 一些setter 跟gator 概念 等一下 我先把它定好一點 卡 setcolor color 那addcolor等於color 我寫完了 那之後我們的car就可以做一件事情 叫 比如說 setcolor 給它 等一下 我另外寫一個 比如說 叫做 ok 我有兩台車 一個是藍車 一個是紅車 那藍車去做 setcolor 的時候 比如說 給它 等一下 這藍車 blue ok 我把一個東西射進去 那我之後去getcolor的時候 就會得到blue 這件事情 那一樣 我如果 我其實把這邊換成red就好 OK OK 那我說一下為什麼能這樣子 那我們再去getblue 的color一次 就是 那 你會發覺這兩個都不一樣 對不對 確定它的顏色是不一樣的 那 我睡覺這件事情在做什麼 首先這個color 前面沒有任何的符號叫做 區域變數 那我們在探討區域變數的時候 它都通常在於那個block內 什麼叫block 就是這邊到這邊 也就是它的生命週期 就從這邊開始 這邊 沒了 結束掉 它就被free掉了 就回歸到自由記憶體內 那 那 開頭的東西 它叫做 我記得是 class variable 所以 這邊會被儲存起來 在那台車裡面 小的車不是工廠 我們等一下會說工廠 那 小的車裡面就會存在那個物件裡面 只要那個物件還存在這個世界上 這個變數 通常也都還存在這個世界上 那 所以之後呢 這個就可以被拿出來 再用 那 可是這邊如果去拿它的話 會得到 no method define 也就是 這世界上沒這個東西 所以 你要記得就是 只有這種變數 才會被存下來 或是暫存在這邊 讓以後可以使用 OK 那 所以 Anyway 你如果要 這是一個物件概念 就是一個工廠 伸出一台車 那你要在那台車裡面 塞某個東西的話 要用這種變數 開頭的變數 OK吧 好 好 那我們再做一個工廠 比如說 car save.zname 好 然後 name 記得這邊是 兩個at ok 所以 car.zname ktfakery 然後 去 get的時候 就會得到它 那你會發覺 它不是被new出來的 所以全部就 這個汽車工廠只會有一間 那 這是設定汽車工廠的值 反正它不是 反正它當初是定義在那邊 不能被new 所以這是最大的那個工廠的名稱 跟它伸出來的小汽車有很多台 那每一台不同樣的顏色 這樣件事情是有差異的 好 那我們剛剛解釋掉 兩個變數型別 這個東西叫做 我記得叫做 intensive variable 然後雖然我常常把兩個搞定到 anyway 一個叫class variable 一個叫instance variable 所以一個叫做class 一個叫做instance 我這邊基本上都只講英文 class class是 instance 我講編導好嗎 好啦 ok 那以中文來說 中文很老口 一個叫做 類別 一個叫做物件 需要的話可以去查類似OP的書 大概都有寫這幾份 好 那 這世界上除了這兩種變數之外 我已經說完它作用語 還有另外一種 還有另外兩個東西 應該說總共有五種 我來給你看 比如說 這剛剛的區域變數 我可以設999給它 這一般的 跟一個 開頭變數 一樣給它 999 跟兩個 開頭變數 給它 999 因為這邊不能定 這邊不能定 那 它定把它這樣子 還有另外兩種 一個叫做 常數 常數你要記得它全部大寫 Ruby下面基本上 第一個字大寫就是常數 所以上面的class 那些都算是常數的意思 那你可以設計給它 可是Ruby下面的常數 很有趣的是 你可以改它 可是它會噴一些錯誤給你 警告給你說 他媽的 他常數為什麼要改 就這個意思 ok 就說 你已經已寧寫它了 你為什麼要改它 ok 改得掉 改得掉 還是給你改 因為Ruby給你所有的自由 我就說它是讓程式快樂的 所以它 給你擁有所有的自由度 那甚至我們之後 到Ruby 2的時候 會給你一大堆邪惡的翻譯 就是Ruby如何創造 跟改造這個世界 就是所有東西都可以改 包括它最基本Library都可以改 好 還有一個最萬用的是 這一個 就是 GlobalVariable 也就是 全域變數 那這個東西只要定了 全世界只要在這個 執行狀態裡面 全世界都可以拿到這個值 而且可以改它 或是怎樣 可是呢 這個值一旦用了 就代表 通常會代表你的 程式設計基礎不好 因為 在程式設計裡面 有個很重要的觀點 是所有的變數 應該都有它自己的生命周期 除非它重要到不能再重要 才能用這個變數 所以如果你很像鬼牌一樣 你不能一直都出鬼牌 一直都打得最強 我們之後 CSS就會說 好 那anyway 這個東西盡量不要用 那你當然還是可以用它 可是 請記得 你一定要在非常重要時刻 才用它 不然它一定會 生存在這邊 而且不會被V掉 好 比如說 999 那我雖然有什麼分別 比如說 EU在這邊 等於EU3 那這樣 我訂兩個MESER 我剛才有訂Class 那Class test df self. let me yo let me yo yo let me let me let me ok 這是剛剛的demo 完全一樣的 所以 test. ok 這是一樣的 那卡那邊我就不說了 因為這是一樣的 那我現在來訂的是 global variable 比如說 at temp no 等於 1024 ok 那所以我去 裡面訂的時候 比如說 誒我剛剛這個 test 從 一定要選擇 temp 我可以選擇 這個 ok 我拿到他 我拿到它 可是如果我用的是 wr等 Ruby有個特性是可以複寫 你開心如何複寫就複寫 反正之後他就會用最後的那個給你看 OK沒有 因為只有GoogleVariable可以過到全世界去 那全世界任何地方包含這個 在某個東西裡面 他就可以拿到它 可是外層的那個東西 因為他有生命周期應該都在外層 裡面的那個就拿不到 大概這個意思 所以你必須要定好你的變數生命周期 這個東西在任何語言都有 也就是如何定好一個變數 要如何去用它這件事情 好 所以這邊就有寫mining開頭 全英變數 兩個at 是causeVariable instanceVariable 常數全部大寫 跟localVariable 也就是我們剛剛一直在定的什麼WR 什麼那些 就是localVariable 那常數會覆蓋openArrow 那這個東西比較特別 我定給你看 我先說一下這個東西 這幾個東西有點差異 也就是 mining 譬如說我現在亂打 這個東西不存在這世界上 可是你可以直接用它 它預設會是nil 對吧 ok 那再來 add 亂打 不存在這世界上可以用它 那我們再測一下 比如說我們剛剛的test puss addadd 亂打 and and 那test.test 會錯 那你就知道 量add 不存在 不能用它 所以你要先定義它才能用 ok吧 也就是它必須 後面等於什麼東西的時候它才存在 另外一個是 一般的 一般的變數 這個當然不行 因為你根本就沒有定義嘛 那還有一個是常數 也不能用 因為你沒有initualize它 好 我為什麼要說這個呢 是因為這個符號有點特殊 那我說一下這怎麼用 比如說 at more 不存在這世界上 可是你可以用 那你可以加一個東西叫做 這東西叫做initualize 什麼叫initualize 比如說 over 等於 123 那 這句話我用另外一個方式寫 也叫做atmore 上面下面兩句話完全一樣 也就是如果它是 我記得它是false的話 然後false 我知道我說只有兩種 也就是 false 跟neal 那 如果這邊是false的話 這邊會變true 前面就會做 那就塞個值給它 這兩句話是一樣的意思 可是因為它有值了 所以我換一個 OK 它會變123出來 可是你在下一次的時候它不會有 因為它已經有預設值了 它本身已經有值了 所以這東西就很方便 就是如果你去接一個變數進來 或是想去做設定的時候 很多人就會這樣寫 如果沒有的話 就給它這個 如果有的話 不動它 是這個意思 那所以之後你就很簡單 比如說 options 如果沒有的話給我一個空的 那如果有的話 比如說 add options 等於 OK 然後再過這一行的話 就不會有 這東西非常適合放在 Maser裡面 尤其是你接到某個值之後 要去做一些初始化動作的時候 就可以這樣寫 因為你 call一個Maser 通常會 塞一些東西進去 然後叫它去做一些處理 那 你一定勢必要去判斷 那個東西的時候 那這樣寫 這樣子寫就很方便 對 那我們剛剛不是說 你在 譬如說 temp裡面可以定義 譬如說 x等於 neal 譬如說option 等於neal 那 你這邊就可以寫成option 我等於 掛號 那譬如說 name等於 kitty temp 預設kitty 如果你給它值的話 不會是kitty OK 那 這邊我剛剛有個東西沒有講到 也就是 Ruby的Maser設計或是一些東西設計有個很有趣的地方 它預設你可以不用寫 你可以不用寫return 在我們的其他程式語言 有的會強迫你一定要寫return 像Java 那return才是回去的那個值 也就是這個程式中斷到這邊 那個值丟回去的意思 那這一行你可以不用寫 那它會丟上一個結果回去 OK嗎 可是這通常會發生一些隱憂 也就是你程式流程沒有控制好 而且沒有這一行的時候 你丟回去的東西通常不會是你要的 所以 像我們有一些企業邏輯的地方 我就很要求他們最後一行 一定要寫return 不然那個可能會跑出奇怪的預期結果 這行可以不用寫 那不用寫的話會變成 比如說 temp 那ns等於999 那 我end就好 可是呢這邊又有一些處理 比如說 puss tt end 那我去calltemp的時候 會給我neo 不是answer 對吧 我說 我說 因為這個東西會回傳neo 因為它最後執行 所以它就回neo 而不是給我上面我想回去的ns 所以這邊就要改成 比如說 那中間那個我不寫 比如說puss OK 那這邊有兩種做法 兩種多做法都有人寫 也就是ns再來一次 或是加上return ns 這個比較明確一點 OK嗎 很多人都這樣寫 這是一樣的意思 完全完全一樣 沒有誰對誰好 那之後 你去calltemp的時候 就會回到 得到正確的東西 也就是3個9 OK嗎 Anyway 這些是meister定義的其中一個 然後再來是 計程 什麼是計程 什麼是計程 我還有一個東西沒有說是self 就是 比如說 self跟super OK 那這邊有 比如說我第一個東西叫做 hihi OK ok 那df nonon puss 23 end ok 我一個hihi定好了 那 再來是我找個東西計程它 這不用寫 然後 mo.nonon 就有東西 這東西就是一個計程結構 也就是這上面定好了 下面要的話 他就會把這邊call抓過來拼進去 這是一個計程結構 那包含我們剛剛的汽車工廠也是 比如說 我們剛剛定了一個car 那 之後我們就可以定什麼 tank 計程car tank 其實不用寫那個東西 那 可是我剛剛car怎麼寫 我看一下 car car ok car的有gatename跟sendame 所以我們的tank.new 設定 sendame sendame 不是不是我剛剛不是set color OK 这就是一个计程结构 也就是你老爸有什么东西 你就会得到什么东西 这很简单的计程结构 那 Anyway 你会发觉 class 比如说我第一个汽车工厂 然后我可以念出可爱小汽车出来 那可以念 那Ruby下面有一个特殊结构 是不能NU的叫做Marjo OKMarjo 那我无聊打中好了 比如说Marjo叫做魔女 应该可以吧 诶 好不行 他不让我用 算了 那我要打中 OK 那我用一个Move 出来的 然后不能NU 因为他会跟你讲说他是Marjo 那 所以Marjo到底要怎么用 其实跟工厂一样 就是你就一直用工厂就好了 你可以不用管那个小汽车 在这种情况下的时候 你就一直用它就OK 那这种Library就很适合定义成Marjo 所以 所以你如果只需要放一个Core 而且需要去执行它 不需要去做任何动作的东西的话 以新手来说先进Marjo就好 对 因为Class是一定能被NU的 可是这个NU的动作有时候会造成一些灾情 因为你那个东西不一定需要NU 那你记得只要是必须要NU 也就是不需要伸出小汽车的那种东西 那种结构的话 你就直接用Marjo 就OK 那所以这边就很简单 比如说 就直接用就好了 你不用管有没有NU 这个东西我们到后面会讲类似Nixin的东西 就会有更深层的了解 它其实很像那个什么Proin-Officer的做法 反正它就是 interface的做法 就订了一些东西 然后可以被人家涵盖进去的方式 好 那这是Module 然后另外一个是Self Self的话有点可爱 比如说我们刚刚有订汽车 好 那我们可以订一个 GetMe 取得自我的东西 那 PUS 哎 Self的Mensure OK 我说一下什么是Self 这边有个Self指句 也就是 汽车自己 OK吗 好 那我说 我示范一下 比如说我们刚刚有 BlueCart 点 getMe OK 回传那个东西 好 那为什么要Self这个指句呢 因为 你会得到一些东西就是 比如说 会confuse的地方 比如说 car 那df color 好 可是我们刚刚有一个东西叫做 add color的变数 那或是你中间会掺杂一些奇怪的东西的时候 你会发觉你会把它盖掉 所以你是必须要有一个Self 也就是指到自己的这件事情 然后把自己某些东西抽出来 那当然你有一些状况不用加也OK 比如说我再覆盖一次 OK 这样也是OK的 不用加Self OK 因为这个东西不会confuse 它没有相同的东西可以盖掉 可是如果你有相同东西 而且你有所谓实体的时候 有些问题的时候 我建议你还是加上一个Self的标记会好一点 对 至少不会有一些奇怪的状况在 OK 这个东西在 我现在刚刚讲的 module 跟class 在我们接下来Rios的model 还有很多地方全部都用得到 我们今天讲的课是非常重要的重点 因为这是Ruby的基本 那Rios所有城市 包括Ruby所有城市 都是用这些基本建构出来的 OK吗 好 继续哦 那还有所谓的Super Super比较有趣就是取得你老爸 那比如说 我要写什么 每次 都很难取名 诶 好 乱爬 喵 然后 定一个东西叫做 哎 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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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imal 好 那我定一个东西叫做 say 那 animal会say hi ok 好 那 animal 那 cat 计成 animal 那 say 那 你有几件事情就是 如果你计成它 然后Maser 下来之后 你可以把它盖掉 好 可是盖掉之后 你还想去弄它的时候 怎么办 那就会变成 喵 好 那 你记得 callSuper等于 call你老爸这件事情就是 super ok 那 cat.new.say ok吗 好 那 这边不用 这边不能打自己的名称 因为这边如果打自己的名称 它就loop了 它就一直在那边跑跑跑跑 因为你自己 自己里面又call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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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边有个特殊旅具叫做 super super代表你老爸上面那一层 同样名称的这个Maser ok吗 所以你打一个秒之后call super super就会call到这边来 然后把东西印出来 这是oop里面也一样都会有的东西 ok吧 好 那这是super定义 你super其实通常就是你上面的那一层 相同名称的结果 下面 我说一下这东西有什么好处 比如说你上面给你一个小东西 然后你可以继承下来 然后先call上面的抓回来他要的东西 然后再修改 然后再做出去 通常继承都大概都这样做 那这样做就 你就不用写那么多扣 因为你上面的扣 写好一点下面的做微调 那出去的东西就会是你要的 而不是 比如说我下面十支层次继承同一个 然后下面就要重复的层次再贴十次 这件事情太得体了 通常没人这样做 好 那Module定义我刚刚有说 也就是不能被new 然后通常会去做mixin 或是load的当interface 或是template 那既然我写我用给你看 他的用法是 classA 比如说我定义 比如说 等一下 我要定义module 那module里面可以定义那种没有self的 比如说 HiHi 等一下 Hello 他可以定这个 可是他没法用 因为 Hello 因为他一定要执行有self的那种 我说过他是汽车工厂的Macer 可是 这个东西是汽车工厂生出来的汽车的Macer 所以他根本就没法用 对吧 那可是他可以被mixin进去 就是我记得是用load 不是用load吗 不是用load吗 来吧 include 这个叫mixin 那之后呢 b.new. 上面是Hello 是不是 上面是Hello 就可以用了 也就是他可以当一个模板来用 他本身是没有小孩的 可是他可以去被别人家塞进去 然后他的code就会被整个塞进去 那人家就把它改掉 是这个意思 那这个东西是mixin的写法 反正就是把Madjo那边定义当作一个模板 人家要用他的扣画就把它塞进去 就自然就可以用他 那还有一个东西是该扣为万解 其实我刚刚一直在做这件事情 也就是譬如说 这件事情在其他语言很难做到 尤其是像Java或什么东西 通常东西被定义出来之后 无法再继续做修改 那可是你刚刚一直看我在做这件事情 比如说1 2 3 end 那temp会1 2 3 那df temp再印一次 2 3 4 end 就会变入3 4 在Ruby下这件事情很好了解 也就是他其实有一个 Ruby下所有层次都有一个读入的顺序 因为它script language 所以是一行一行读 从上面读到下面 然后上面被进记忆体的东西 就一直被盖一直被盖 盖到这整个层次 就是你要的东西 然后他开始跑 OK吧 这是整个过程 所以如果你想修改一个GIN 最快的方式绝对 就是我们刚刚看的Github上面的Mibrary 人家东西你抓来用 最快的方式不是你把它Clone 下来写成一份 然后你的GIN file 我们之后会说GIN file另外去读它 不是这样子 而是你先确定require到它之后 下面再把你要的东西 圆崩不动再塞进去 盖成你要的东西 那Ruby下其实很多地方有这种东西 可是一般人不太知道 比如说time有一个东西叫now 你可以取得现在时间 那他们有一个东西叫做 pass OK 比如说这样子 这是一个时间的Stream 然后想变成一个time的物件 也就是上面那个东西 拿到那个东西 可是现在其实是没有这个东西的 那time这个东西在code library里面有一份 和standard library还有一份 它就在做这件事情 那我require给你看 这个standard library 我上面用的那是code library的东西 好 我require完之后呢 它就有这个东西可以用 懂我意思吗 所以我就说Ruby Ruby其實是一个一直覆盖的过程 那你的code就一直堵堵堵堵堵 然后东西就盖成你要的东西 好 那他本身也在做这件事情 OK吧 所以你高兴还可以再做很多事情 我先举一些邪恶给你看 比如说这叫neol 对吧 那 那我之前有说你可以去取得 他class 对吧 所以是Neolclass 那你取了它名稱之後呢 你就可以再把它蓋成你要的 比如說 bf hihi puss kitty ok nil.hihi 就有了 這件事情在很多語言是沒辦法做到 包括有OOP的語言 因為基本型別第一個你不能動 第二個是你也不能這樣蓋 因為你只能用繼承 尤其像Java那種非常嚴謹的程式裡面 可是Ruby我說過它會讓你很黑皮 反正你是程式設計師會用覺得黑皮 它給你最高的自由度 所以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 那像我們以前有做一件事情就是 我們去覆蓋Rose的某一支程式 只要是Stream新增出來都唱出來給你聽 那它的做法會類似這樣子 我們現在當作休息之間輕鬆一下 譬如說 voice is good 的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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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只有Mac指令音才有 總之方式音 它就是用一個語言轉移器 然後把東西引出來 當然有good也有bate 嗨 《嗨》 它會唱下去 那減B值它的語言發音表版本 good跟bay的是goodnews跟badnews兩種東西而已 所以我在倒回來 Ruby上面所有東西你都可以把它蓋掉 你只要不想要、不開心,就原封不動用相同寫法把它蓋掉 所以你最簡單的方式是你去把GitHub上面某一段程式語法 包裝要寫相同,然後用相同方式複製貼上解決掉 就這樣子而已 那我們之後的Ruby2那邊會講到類似的做法 OK 所以這邊有蓋code為1級 所以最快速修改別人code的方式 或是以Neo為例,剛剛我寫過了 以Time的話也是有為例 那Gin的話,你可以去看它說是code 它很常在做這件事情 好,那這個我不講 這個我到Ruby2的時候會講 就是StandardLibrary裡面有一個English 它裡面有編數的命名 好,最後是這邊接近快結束了 這堂課快結束了 就是code library裡面所有的class跟module 那我帶你看一次 因為Ruby下面的document很容易看很容易懂 那你可以陪我開這邊的code library按下去 OK 然後在下面這邊會有class的列表 這些全部都是 OK吧 左邊的那邊,右邊的表管 那我會帶你看一次比較重要的 有一些東西我不講 有一些東西我會講 那 cue是什麼 我看一下 thread的cue 這個我們略過 這個我們到Ruby2的時候會講 threadsave的時候會講 cue 那array 我帶你們看一次array 那array Ruby的document很好懂 就是你黑色就是code 那你複製貼上會得到相同的結果 所以你可以把這邊複製 在這邊貼上 你會得到一樣的結果 那你當然可以改一改 比如說 OK 那我有一個東西沒有說到是 Ruby的註解是緊字號 那寫東西不會出來 因為它註解 你不管怎麼寫它都不會出來 它不會被執行 可是如果你直接寫的話 它會掛掉 好 那第二個 註解寫法是 begin 這邊不給我用 那 begin跟end中間寫很多文章 這是第二個註解方式 等於前面不能有任何東西 那我寫給你看 比如說 然後 end 那 pu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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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就可以寫很多 你會發覺它自己有變色True 令有變色True 那 這個東西存成RB檔 在一般來說 通常會這樣做 絕對不是在IRB上面寫程式 IRB上面是讓你練程式的地方 或是嘗試的地方 真正寫程式是你必須要把一個程式存成類似這種東西 也就是裡面是你的code 那 ruby test.rv 這樣就ok 那你會發覺我們的234沒有被印出來 好 繼續 那 OK Array 其實就很簡單 它就是用兩個大括號 中間夾很多東西 然後用鬥號風格 那 ruby 很好玩 它會幫你做一些事情 就是 最後一個允許鬥號 有些語言最後一個不允許你鬥號 因為會怪怪的 那可是它不能有空字源 空了至少要填個neo給它 好 那 OK 那之後鎖影值就可以這樣打 比如說 01 跟 -1 -2 什麼是負的 負的是從屁股後面算到前面來 就是從這邊往前算 跟 01 從這邊往後算 當然你會有所謂交叉點 比如說 999 跟999 就沒有東西 好 好 OK 那再來是 比較常用的一些 measure 比如說 x.he 我們剛剛有用過 -do i 跟 -do i and 好 那跟 那上面的寫法 我再複習一次 是這邊可以用 過號寫好 這兩段語句完全一樣對吧 我一直有在說 那甚至你可以改成 do 這邊要加分號 and 分號的意思是下一行程式的意思 這樣也是一樣的寫法 完全全一樣 好 然後 它有很多好用的東西 可是我建議你去看一次 就是你大概點一次 然後我要說一下有驚嘆號的部分 驚嘆號比較特別 就是它會做修改 比如說 我們找一個驚嘆號來看 這個 不要這個比較難 找一下 這個 這個東西有兩個 Maser 然後 用給你看 比如說 它的作用是這樣子 Nel 2 3 x 等於 ok 吧 x等於這樣子的結構 那 x加上 compact 會把東西清掉 ok嗎 那 有加驚嘆號的叫做直辯 沒有加驚嘆號 通常會加 附於你另外一個object 那 我剛才有說其實你可以一直觀察它的 odgerID 就是 它會給你新的物件 那這個東西的分別在哪裡 比如說 y等於x點 這個的時候 那 y是修整後的x還是原樣 ok嗎 因為它丟給你新的物件 那 可是 如果你用這個的話 z等於這個 ok吧 那 這個東西叫直辯 我有說過 x 跟z 都會變 那 x的 這個 這邊如果加上 這邊如果加上 欸不對 它應該是 因為它會回傳利用 那 我再用一個 ok 它會是一樣的 就是 或是 甚至你這樣看 我們剛剛不是有給它一個z嗎 對不對 z 會是一樣的 也就是它們兩個是完完全全同一個物件 所以 左邊發生直辯 右邊也會發生直辯 ok嗎 所以這要小心一點 也就是驚嘆號跟沒有驚嘆號有時候會有行為上面差別 那我建議新手先用沒有驚嘆號開始 比較沒有問題 不然你用驚嘆號很常會有一個廣泛的效應在 也就是最原頭那個被修掉 裡面的那個還沒改 或是 或是它會連動 的方式做 好 Anyway 這是Array Array裡面有很多好用的 比如說 Ruby下Array很好用 比如說 123加 234 請問這樣多少 123加234 這是 加在一起 串在一起而已 可是呢 減不一樣 這叫 這叫什麼 差級還是交級 這是差級 然後 Anyway 玩玩玩看 比如說乘以3 然後 沒有除了 我記得沒有 Anyway 我剛剛做的東西在這邊都有 在加減乘除 我們在Ruby2會講到 這些東西都是 沒捨 所以你可以看Array 我剛剛在用Array 乘以某一個東西的時候 會出三次 就大概這樣子 所以你這邊都可以看得到 那這是Array 我們先到這邊就好 好 那Bigma我們剛剛講過 它其實會自動去轉換 你不用擬它 它就是一個 精確Due的class用而已 那Object 是全世界最大的那一個 那Module class 我們剛剛講過 它是做那個大的東西 Neo class 我們剛剛有講過 這個我跳過 是不講的 因為它有點深入的東西 那Neoclass 我們剛剛有講 就是空 那在Number 其實就是 所有數字最源頭的那一個 那再來是Stream 我們剛剛有講 它就是自串 一般的自串 那你進去都可以看 那你進去都可以看 就是比如說 你有一些Stream 到底要怎麼用 比如說 這邊一樣 這邊超容易了解 比如說 High 乘以三次是什麼 就是High三次 類似的方式 所以你大概去看一次 就是 然後你大概會有一些印象在 那之後你再去查Document 就可以很快速找到它 比如說我們家的如果99 可是我們家的金錢單位要補0的時候 就有一個 rjust 我記得是8 後面補0 就會給我8個0 補到8會數滿 然後直接這個 然後它還有 有rjust 就有ljust 還有rjust 好沒有rjust 我忘記了 反正它有個自中的 OK 所以這邊mason 你都可以看 而且它的東西都很好了解 也就是 比如說像這2i 2int 進去 預設值是什麼 出來什麼 也就是跟我剛剛講完全一樣 所以呢 這個 999.2i 你可以給它一個位數 比如說 bass16 好像不能bass16 對可以bass16 那比如 10 因為它預設是10 所以你就剛剛不用寫 然後出來的就會是 fixmark 也就是int 大概這個意思 那我們剛剛有講過 這邊所有mason的定義 所以像這個 米字號 就是多的所有東西 全部都會變進去 那包括block 他也會用end來表示 那 驚嘆號跟問號 問號有一點特別 問號是不靈運算的意思 也就是 tru或是false 他只會回量這兩種值 那 比如說 niore.io根 123.nil 就這樣子而已 沒有別的 反正金炭號就代表 hasta Ás 問號就代表 那個 不靈止會傳出去 也就是 初跟Post 好 那 這是stream 再來是float чтоijd機 然后它里面有些MASER可以补足那些精确度 那略过 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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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coding encoding 我记得 我要讲吗 我忘记 encoding 我讲一下 有讲喔 我讲一下好了 encoding 比较难懂是 比如说 他是做 他是做编码转换的 encoding 最重要的是 三个MASER 比如说 你好 点encoding 这叫做查 也就是查他是什么encode 目前是biutf8 那另外一个是 False encoding False encoding的意思是 我把他的 判别标准改成 big5 这判别标准我没有改内容喔 我把他当做big5来看 OK吧 所以他乱掉 可是他原生的内容还是 utf8 他没有做改变 False encoding之后 他有个东西叫做 incode 这叫做转换 这叫做转换 你要记得 他就乱掉 真的乱掉 他就从真的 utf8 转到big5 那 你要记得 这个东西是改标头 也就是一个Stream 他到底要 怎么去 用他 那他 原生 应该是什么 所以像是我 我如果写一只机器人去网页 去网上抓网页 那可是来源的可能是big5 可是进来的时候你发觉encoding是 utf8的时候 你应该做这件事情 把它变成真正的 那个真正的语码 就是他语言编码 之后才把它改成utf8 这样你的来源跟 目的才会正确 就一开始来源跟目的 是很重要的 所以 这个改YouTube吧 一样 对吧 好 这是encoding的东西 那Emulator 略过 其实你们很常用他 像是 后面在ROS那边就非常常用 他是一个 Anyway就先收集一些东西 后面才去做的东西 Exception是 例外 例外处理 也就是 如果我打错一件事情的时候 这个 这叫syntax arrow 他叫做name arrow 那这个东西可以取得他 比如说begin 然后乱打 rescue 这有点困难 做常用的 end 我确定他没有挂掉 比如说 OK 那这件事情在干嘛 就是 这边错了 对不对 如果错了的话 他会跑到rescue这一段 好 那把他的错误讯息印出来 然后这个东西在english内 然后我们在Ruby 2 应该会讲到 那 最后 把他 最后执行继续下去 所以他不会在这边中断 就是不会在这一行喷掉 你可以去 后面再去说 如果 如果喷掉的话 你要干嘛 然后要去做什么事情 而不是整个程式就不会去掉 荡掉 那你会发觉 我这一行还要在执行 上面只是把它印出来而已 好 好 这Exception Exception 我们后面应该有机会 另外开一篇来讲 就是这整个cycle结束之后 我们家有做蛮多Exception的动作 其他的 只要看到Exception跟Arrow开头 就同样是这一个 所以你可以略过超多东西 这一票都会略过 好 那都Exception 只是他种类不一样 因为你需要去判断 他是什么种类 来做不同的事情 好 然后 略过略过略过 Hash我刚才有说 那Hash里面很精彩 因为他是一个常用项目 里面就有一大堆的教学在教你 如何用Hash 跟如何去做Each的动作 那常用Each有几个 比如说 1 2 3 OK 点Each Hare Each Do 这边是 Key跟 Value 那我可以把它Pull出来 那我们刚有教你如何用 比如说 Key Dodo 然后 Value OK吧 好 那 End OK 那 所以这边 就可以把 一对一对一对的拿出来 一次哪一对 所以这个是Key 这边是Key 这边是Value 这边是Value 那拿出来这一对的时候塞进去 然后一次印出两个 OK 好 那这是其中一个 它里面还有很多 比如说 你可以改成什么 Each 它EachKey 所以这边就剩下Key 好 比如说EachValue 那这边就剩下Value 对吧 好 那 诶 我打错了 没关系 那如果你用Each的话 这边会是一个 Array 好 那内容会是Key Dodo.Value OK吗 Anyway 我讲这些里面都有写 所以你有兴趣的话去看 Each开头的东西 Each EachKey EachPair EachValue 我刚刚这边讲完了 里面东西就在说 我刚刚说的东西 好 然后再来 继续 Env Env好 Env 这个东西是系统的一些变数全部都会塞在这边 然后希望没有我的密码 好 Anyway 这是Beach的一些环境变数 然后都会塞在里面 好 然后 再来 略过 Io的都略过 Arrow都略过 Arrow Arrow我不知道什么 然后 Integer Fix Fix 这些都是多型 也就是 一个计程数的多个层级而已 好 Data应该不用 Sread 我们后面讲 TrokeJu我们刚刚有说了 Tro跟False 就是它的原型的class而已 然后Arrow Ar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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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uct 很有趣 你要记得无聊去看一下Troke 可是我这边不讲 它是一个很有趣 你可以直接用 不用继承结构 那 Ran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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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by有很好的写法 那我顺便连一个东西讲 一个东西叫做 Range 有这class的喔 其实我们刚才有用到 比如说 1.10 Random 可是我建议你括号 括号原因是因为 比如说class 请问这边分界点在哪里 它会错喔 是因为你这边会变成这样子 读法会变这样子 所以它会先拉出class之后 变成后面的那一个 所以我建议你 如果要用Range的话 上一个括号会好一点 括号就是先做的意思 OK这样就正确 那如果不加的话会挂掉 OK 我刚才有括号给你看 好 Range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我不可能把一些东西都展开 比如说1.999999 这个东西如果变array的话会非常非常非常大 那所以Ruby上面多了一个特殊的类型叫做Range 那所以我可以1.200 点each do i pulls i end OK它就应到200 只不过它应很快而已 那 你这边就可以改起始值 比如说 对吧 那比如说 负 也是OK的 上面真的有负 我打一个少一点 OK OK 好 那Range 讲完了之后就可以讲random random是这样子而已 random有可以 它里面 你去看random里面可以放random seed 可是那个就有点太困难 反正他seed就是 random种子 如果 电脑科学玩比较深就会知道 那一般使用这样用就好 random是random出 0到1之间的所有值 任何一个值啦 所以通常都会是一个浮点数 也就是有小数的东西 然后它介于0跟1之间 那 一般来说很久很久很久以前都通常会需要做如果我要0到100之间的某一个数的话 我需要这样再图牌 OK 所以它可以有91 每次都不一样 OK 那 可是Ruby不用那么麻烦了 因为Ruby很好写 如果你要0跟到100东西中间的话 你就这边打100就好 它就可以0到100之间 好不好 那如果你要一个范围值 我们刚刚有说范围值 比如说就是那个range 比如说 5到 20 好像没有给我小数 有啦 它又给我小数 OK 所以Ruby这边就很好用 那你也可以进去看Ruby里面有一些奇怪的东西 比如说 这边每一次都是随机的对不对 其实你可以把它固定 其实你就把seed位进去 它一定都是那个数字 那不同的seed有不同的结果就对 那个东西可以往我们看 这是Ruby 那range我刚刚有讲 就是anyu他就是某某到某某的东西 那它有一个有趣的结构是 0.10.hl到3 OK 0到3 对不对 它可以多一个点 多一个点 会到2而已 那为什么会多一个点的原因是因为有所谓的开包跟币包的做法 那个在array array不是0到index的 数量-1 那为了不让你-1 所以多一个点就结束了 对我来说 anyu他们都是 range的一种写法 在range里面有 比较好的解释 可以去玩玩看 然后在rational rational很有趣 比如说 1.2 r 就会变成这样子 那这个东西的 class是rational 那rational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 是因为如果你做一些处理的话 你的东西会失真 比如说 1除以3 这是不对的写法 因为 你这边要float 它才会变有小数 好 那 1除以3.0的时候你会发觉上面就一大堆循环小数码 可是你做一些运算的时候一定会有精确度运算的失真 那所以anyway你不管几位都不对 老师说 那你不如 保持这个样子 对 那 所以我还可以再乘以2除以7 OK 那 之后呢你再去tof 保证正确 对吧 所以你就没有所谓的太奇怪的转换问题 那rational在做这件事情 啊 统统看 里面很好玩 其实每次升版我都会来这边看一次 就是至少collibrary要看过一次 然后 regulary equation 我建议 新手一定要会 这个东西很重要 也就是如何判断一个自串 的东西 那我建议 请先把一个东西玩到破 也就是 rigx closewall 这个东西 那就regulary equation的closewall 然后呢 这边 我应该 最后几题还是没有过 因为我不想过 等下等下等下他有六角的 我看一下 对对对他六角星 新版本 我说一下这个东西超难的 可是我可以带你们导读一下 第一关前面的很简单 那 首先是 Tothelio的 这一杠代表 偶尔的意思 这边只有一个字 那上面是a或b 这是a或z 请问这个字是什么字 a吗 好 我快速讲 他可以转 可是 你会过 那这边我都打勾 因为我过 那这也是或的意思 只不过他是任意 任何一个字 所以abc任意跟bdf任意是什么 b 好啦过来 我当然会过来 好 那任意里面前面加一个head 也就是那个尖尖的那个笑脸符号 叫做not 这句话叫做not 也就是 不能包含这里面的任意值 你明白吗 所以not abc 这个东西 c 我直接六角 那 那 m字号代表 0到无限大 重复次数 听懂我意思吗 好 所以这两个是什么 这 几格都要 同时存在 0到无限大 这边一定是a 因为左边是a 所以这格一定是a 不用看这一行这边就是a OK吧 那 我先说 后缩后缩后缩表示数值表示前面一个字而已 好 那他是0到无限大所以这个一定是0 因为这边只有一个格子 前面还有一个a a一定要存在因为他没有任何东西表述他 对吧 所以这个要拆成两个格子来看 好 那这只有一个格子 那这边一定是0 对吧 然后也符合上面这一个也就0到无限大 所以这边是2 两个 重复 重复两次 所以这也是a 好 好 再来 问号代表 0或是一个 他可以是0个也是可以是一个 可是这边只有两格啊 所以这边就是a跟b 这两个一定要填啊 这边就只有两个啊 所以这是a跟b 这是偶尔的复习 好 加代表1以上 所以 这两格一定是a 对吧 好 我快速过一次啊 那 括号代表 group 就是我先把暂存起来 this 导前线1代表 把group 塞回去 第一个group塞回去 所以group起来暂存起来 变成第一个group 把第一个group塞回去 这两个就是a 对吧 好 这是a 这是a 好 有大括号的 他有三种表述方式 如果里面只有一个数字的话代表前面的那个表述是要重复那么多次 那也可以用逗点分隔可以填两个数字 可以其中一个不填 所以填前面的话代表2 以上 如果2填到后面的话就是 0到2 你懂得解吗 所以这是a 这是a 这边只有一个嘛 所以他一定是1 所以他一定要重复一次 好 这一定对 我玩的一定对吧 好 导斜线s 导斜线都是跳脱字元 而跳脱字元里面的s 是空白的意思 所以这一格 很高的 这个叫空白 一定对 一定对 好 Anyway 这边很多可以玩到破 然后 这很多关 我刚才玩第1关而已 然后给你看后面的 不要吓到 大概长这样子吧 然后 我可以大概解释一次给你听 那 中间是偶尔 可是他是一个group 所以这个东西 一次只会出现一个字 好 那也就是 T E N 三个字 重复零到无限次 所以这三个可能都是T 可能都是E 可能都是N 或是混杂 都可以 OK 好 那 点代表万用符号 任何一个字都OK 好 点 前面group起来 跟最后一个 放到最后去 也就是这两个字会一样 OK吗 好 好 那这一样任意跟上面就差不多 然后可以乘以某数 然后 这个我不想解 好啦 这是W啦 因为这个W加1以上 他一定要存在 然后前后一样 所以这个一定是W 好 然后 为什么挖坑给自己跳呢 然后 N到N 所以这边 唯一符合只有N 对吧 因为你看这边 对吧 然后 然后N到R NNOPQR 所以这边只有一个N 跟左边Match的 对吧 然后 E是 新字号 也就是 0或是E 所以他可能没有 你要记得 他可能没有 因为这边是一个字 可是呢 你会发觉这边是一个字 后面没有数量表示 就是一个字 这边是一个字 所以这一格一定是1 然后这个也是1 我刚刚说这两格一样 好 然后 这两格相交只有1 然后 这两格相交 只有1 对吧 好 然后 然后 R到 Z A R 是T 那 这边只有两格 你会发觉这三个字喔 三个字 有没有 三个字三个字三个字 可是中间有1的只有 N E T 对吧 解完 好啦 一定过 我已经教人家解很多次了 然后我给你看后面 这个我解到后面不想解 因为他用这个 格式在写文章就对 可是 我是过得了 我不想那么花时间 因为他可以作弊 因为你知道单字之后 就试试看 就踹过了 最困难其实就是 下面这一个 这个东西非常非常困难 就是三角 一格要看三个面向的 我们刚刚只有两个面向而已 然后 全世界最厉害的是那一张图就是 是这一份 我到现在都没参透 不要问我为什么 是这一份 这一份很困难 真的很难 然后这个要想非常久 光是这一张 你大概可以想一个 一个礼拜左右吧 因为你每一个都要 而且 他本身还有很多的变数在 那 我不建议你刚刚 直接这样子去玩 因为 你可以去别个地方去练习 他叫做 如果去Google的话 你可以找 Ruby IGX 你可以找到 一定可以找到这个网站 这边就可以开始练 这是人家专门为这个主题 用Ruby写的一个网站 给你认这个东西 那 如何写一个 如何台湾身份证的regulation 我写给你看 台湾身份证的 第一码 是英文字母 对不对 那我们在这边就可以限定大写 A到Z 的数字 第1个字 这1个字而已 那之后第2个字是数字1或是2 代表男生或女生 对吧 所以这是1或是2 OK 他后面有几码 8码 好啦总共10码 GD8 结束 就这样就好了 那之后呢你可以去测试 比如说L 结束 没有 有 没有 对吧 好 所以你不要在那边用乙符啊 在那说长度多少啊 拆出第1个字 看大真人来聊 拆下来 那个都很丑 你把这一招学会就结束了 任何字源的判断 包括像我们后来 我们家有在做什么 银行的串接啊 ATM过来序号什么东西 都拿这个方式来拆 拆拆全部都会出来 规则 下面全部这些 没有别的 就是他下面有 规则 这是 Quid Reference 可是这边没有 UTF8 在任何语言都是一个难解的题目 那你注意看我们刚刚有说 问号是0或1 然后 0或以上 1以上 然后跟大括号的三种写法 跟做group 然后group里面可以做偶尔 就是 或的那种 对然后包括一些跳脱字源 包括你会知道为什么这边写导底线D 因为他这边写anydigit Digital的 那 包括如果你要完全配对的话 你可以写个head 就是start 跟mining符号就是 开头跟结束 那他一些奇怪的东西 就是 排除 跟 函 跟 一个range的写法 这边全部都有写给你看 所以 你可以在这边练一练 然后把这边 玩到前6关 都结束 这样才合格 好不好 那好处是什么 我用给你看 在ruby下 就是如果你会用requestion的话 requestion requestion在 任何语言 很多语言都这样定义 就是前面跟后面接 一个斜线 这就是一个requestion 好 那之后呢 你就可以去做match 比如说 等一下 我改一下 这边我加两个括号 这个 跟你这个 这两个括号有意思是我可以取得他出生的地区 跟 性别 所以这两个括号对我来说是有意义的 好 那之后呢 我可以去做match 等于 一个字串 点 match OK 他帮你拆好了 就是 0是原文 1是拆第1个字 2是拆第2个字 所以你只要把过号啊什么东西match 写好 自动都帮你拆光光 你不用在那边做substreen的处理 那个这样很笨 那再来是如果 没有的话他就会给你 NEO OK requestion这样写 那requestion你可以去看streen的 streen有两个语法 一个是match 一个叫scan 它两个作用有点不一样 OK吗 NEO你可以去玩玩看就对 这些什么 我们看过以前有些是旧版的那个 那个 那个 requestion的那个 放在前面 还是去match那个字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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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后来都是看到这样子 对我 我后来看到 但是我看有时候 在一些上面他会倒过来写 这我就不知道因为我一直都是这样用啦 除非是 我不知道的 我不知道事情很多 很正常 好 好 那 等下我们的document看到了 igx OK 那symbol我们刚刚有说又是前面冒号加上冒号这个东西 就是symbol 好 那他本身是建议拿来当key用 Modix是当streen save 我们在那个 讲streen的时候才会讲到 这一类的 那time我们刚刚有讲其实就是一个 图件 时间的图件 那time里面有很多你可以去time里面可以看比如说里面有个很常用的是 Stream for made time 就是比如说 OK OK 这边是一些 你看不懂的东西 可是document内都有写 就这样 他变成一个Stream 然后会照你的 给他的参数来 列出来 好 这是time 那encoding我们刚刚讲过可是这些都 辅助用的 所有的略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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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略过 好 我们最重要的今天的还有一个重点是Marshall Marshall我建议提到新手来讲是因为Marshall可以解决掉这世界上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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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问题 也在Ruby的世界里面 因为Marshall是一个非常万用的东西他可以把 Ruby世界任何一个东西变成streen 就这么简单 那变成streen就 很好用 例如说x等于 OK这个绝对够乱 这边有Symbol有Stream有Integer有Float 还有物件指向 全世界最大的一颗 OK吧 这个绝对够乱 那 可是如果我通常会去 两个程式之间如果要分享一些类似这种值的话 通常我需要做几个动作是类似 ToolStream ToolJason ToolYaml 或是Tool什么鬼奇怪的东西 可是那些会失真 也就是他可能会变成 文字 文字 转不回来他当初的那个物件 因为他失真掉 你可能要用很多手法才能把他再拉回来 可是如果你用Marshal就很好用 比如说 MarshalDomeX 就变这样子 他就是一个乱码 然后你看不懂的 字串就对 然后他里面其实隐含了非常非常多的东西 那 之后呢 你再把Marshal回来 OK吧 就回来了 1比1的回来 那你可以去观察是 X的 Object ID 是这个 OK 那Marshal回来的是 新的 所以这两个东西一定不一样 懂我意思吗 那 我做一个最极致的不一样给你看 比如说 我先把他 Done不起来 变成String了 那我去用 我把他写入到档案内 比如说 file.open tax 然后 我给他w的权限 然后 OK 这个写法在file里面 如果你要看的话 就是做档案的操作的时候 然后把他写入 把这个String写入到一个叫做 Test.tax的档案内 OK吧 我写进去 长度是80 80 然后 这支程式我重开 所以刚刚那件事情完全都不存在 然后 完完全全一个新的 我再把他揉回来 OK 点 read 结束 1比1的回来 所以这件事情就非常非常好用 这是我在 其他层次语言很难看得到的东西 那这东西怎么样用 简单来说 你的两台server之间 如果要共用 Ruby的 物件的话 其实你用个Marshall 丢就可以丢到任何一个世界上的储存器上面 另外一台再把他拉回来 用Marshall 就会完完全全得到 一样的东西 那这有前提 前提是 比如说我有个class A 然后定义着这样子 另外一边也有class A 定义着这样子 不然他会不知道怎么样把他初始化回来 OK吧 这个就是Marshall的用法 所以 你一直说Marshall里面那个给放 class的刑罚就对了 可以啊 全部随便你放啊 他都有办法 Marshall我回去再弄回来就对 所以像我们家什么Radis Marekage 的server 其实都很多都这样做 包括 Ruby里面 那种Ruby里面的Sation 还有一些奇怪的 Ordra Ketch 之类的东西 其实全部都是这样做 因为他可以吃一下 Ruby里面的所有东西 因为这个东西记得就好了 那你以后有机会 可能可以用到 那这边 因为他是 那个co library 所以他的速度非常快 因为co library 底层就是 C的实作 比你自己写什么2json 什么东西 那些都还要非常快 OK OK 你发觉我们讲完了 后面的应该没有 那这是co library 那如果你去看有些不知道的东西的话 你可以再去看Stand library Stand library就非常非常多样的 而且 东西有的都还蛮深的 这边我大概建议你不要细看 就大概有webview 有需要用的时候才过来看 那这是Stand library 那我们刚刚说的Time就在这边 对吧 他有一些奇怪的东西就可以玩 好 那另外第3个就是Gin 我刚才有说你可以去 RubyToolbox里面去看 这是哪边 哪边去RubyToolbox那边去看 然后去搜寻 你要的类比 然后去他的Github的网页 然后看他怎么用之类的 好 那 Thread 好我有写我就要讲 诶 讲我看一下 Thread 那什么是Thread Thread其实很简单就是 我们现在只有一支程式 那比如说 我用 Time to i 就是i OK Slip是 Slip后面接着是秒数 然后他的意思就是 我睡一下 慢慢做 不然那个一刷掉就不见了 那 这句话 你会发觉我们 这支程式只能做一件事情 对不对 我不能再做另外一件事情 然后反正他就一直 一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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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 可是 通常我们有一些程式会需要做两件事情上 我就需要 需要所有的资源 所以 我写一个大概的demo给你看 比如说 i 好 那 do 那 我写错了 不对 我写错了 10点times 度 Thread new 要先睡才能硬 OK 然后 他会慢慢跑出来 然后他会印到10 我睡觉上面在发生什么事情 就是 我做了10次 上面就10次 每次我就开个Thread 也就是一个 小的程式 在这个大的程式里面的小程式 然后他会自己去做 那做什么呢 就是先睡随机的秒数 随机是 0到4 我说过 0到某数 那再加1 所以是 1到5 5秒 那 睡完了之后把东西印出来 就这样子 所以你一次就开了10次程式 先睡 然后睡回来的时间 大家会不一样 所以会变成这样子 OK吗 那所以像这种程式很多 像如果你要写什么server或是一些辅助用程式 Stread很常用 非常常用 详细可以去看Stread 然后其中的一个叫做 Notex Notex在 在这边 这东西蛮重要因为他会教你做 Sinfoam的方式去做 一些值的Lock 因为只要有Stread 大家就会抢 共用一个资源 那大家一旦抢的时候会发生那个 Race condition的问题 也就是那个加1-1会不等于0的那种状态 为了防止那种状态就需要类似这种东西 你就可以防止掉那些 抢东西的状况 他其实就很简单就是 有人先抢到先Lock住 然后别人先排队 然后等一下再抢 然后做完之后 释放出来 别人再抢一个 所以他就会变成一个很有趣的排队状态就对 好 那这是Stread 然后再来是另外一个处理 另外一个处理我刚刚说了一些就是 比如说 Begin,Rescue,Retri,Post Post Begin,Arrow 这是Arrow 那 Rescue 就是出错要干嘛 那比如说 Post Post At Arrow Arrow 我等于 0 Country好了 Country我等于0 那我刚刚有说这是一个初始化的动作 但他没有就赔他 所以他预设会是0 那 加等于1 那 if 我先Post Country OK 我把印出来目前多少 那 if AddCountry 小于10 Retri 那我等下再解释是什么意思 OK 从1印到10 那这些为什么会发生就是 这是一个错误的程式 可是他取得那个错误状态所以他要做中间的东西 因为他错了 那如果他没有错的话这边就不会执行 OK吗 好 那错误状态那一开始Country是0 初始化 我说过了这个变数初始化 那先加等于1 每次都加等于1 所以他会慢慢加慢慢加 那 如果 小于10的话 Retri 那Retri Retri哪里呢 就这一块 再做一次 那可是下一次又错了对不对 那这边再跑一次 下一次又错 那错到他大于10的时候 或等于10的时候 再做这个 就跳掉 那 你要记得Retri很容易无限回圈 所以你势必这些都要做 不然你上面接这个直接接Retri 然后他就一直跑到没有东西 然后第2个是你会发觉这边没有Arror Log 就是 你没有Arror的Log 像我们现在乱打都会有Arror Log 对不对 可是你不知道他为什么错 那 通常这种写法 我很常写就是 比如说 Begin 然后会有错的地方 那 Rescue之后呢 你可以加一个 Exception 给 1 类似这种写法 可是你又想偷懒 不想写这个的时候 我建议你就学我那样写 Money先看好 Money add OK吗 那 End OK他就把东西印出来 可是你下面还是有做 上面这个只是把印出来的东西而已 OK吗他看起来很像错的 可是他没有完整 Trust all 下面 这边下面就还可以写别的东西 那 这个东西在哪里呢 这个东西 你又觉得那个什么 Money金探号跟Money add 很奇怪 对不对 那因为他在 Standard Library 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做 English 然后 在进去看的时候 他会跟你讲说 这叫做 AeroInfo 这叫做AeroPosition 他有翻译给你听 所以他叫做 English 好不好 OK 所以你在这边看一次 其实 或是去找东西的时候 你就知道 Money加上一些特殊符号的时候 他到底是什么意思 OK吧 那这个版本会随着Ruby的任何一个版本 这边都会更新 所以当有特殊用法的时候 他这边大概都会更新 那当然还有更多 一定有更多 好 那就是 我刚才在讲 这是那个 Begin Rescue Retry 其实还有更多像是 Insure 然后还有一些奇怪的东西可以做 而且Rescue 后面还可以再加 Exception的类型 也就是我们刚刚看的不是有很多Aero吗 可以依照不同Aero来切 所以Rescue有很多段 可以有很多段 你可以按照他的方式来切 然后再来是 有所谓的 一行Rescue 就是 这样写 前面是错的 后面是直接 直接做出来 就是 前面如果错了 就做后面的事情 就一个 这就跟那个后置的以符 是完全一样 所以 如果是这样写的话 就没有后面的 可是如果你 挂奇怪的东西的话 还不啊 这是Synthex Error Synthex Error 是绝对没有的 类似这样子 就会后面的 然后 我写详细一点好了 就是 如果你定一个Macer 的时候 你可以定很多东西 比如说Rescue 直接写 不用写 Begin 好 那还可以写show OK 然后可以handle 大概怎样写 你可以定很多东西 它在同层 这个下来就是这个 再下来就是这个 再下来就是这个 它是同层的东西 那这个我这边不讲 因为我们Ruby2的时候会讲 Ruby的第二坦克的时候会讲 好 然后再来是最危险的Code System 这一定要讲 是 这个 那比如说PWD 这是呼叫的意思 比如说 PWD跟 PWD是一样的 OK吗 这个符号在那个Tab 你们键盘的Tab上面的那一个 懂我意思啦 就是那个键 就是从字号的 那个键 那还有第2个是 System OK 这两个意思一样 OK吗 好 只不过它的作用域有点不一样 你会发觉这个东西啊 它是回传你结果 所以是 Stream 然后呢 这个东西啊 回传给你的是 有没有执行成功 这两件事情不一样 那 Ruby其实不止这两个东西可以Code 它Code System的东西在Standard Library里面还有一个东西叫做 Open3 Open3 就 Open3 对 我说一下这个东西就可以做到很精密的操控 我说一下这东西有什么不同 就比如说我Code这个指定的时候它会执行10秒钟 然后10秒内它会托给我不同的讯息的时候 我要等它结束的那一刻我才能得到所有的结果 可是你去用Open3这边的话它有所谓的pipe或是capture的方式有不同的种类 它可以做到你执行下去之后它只要兔给你一行就可以扣一行你的程式 得到那个结果 这样一件事情不一样 一个会累积 一个不会 懂为什么 所以如果你有Code System的其实很严谨的要求的话 像我最近就会用到 因为我们家最近进的无聊东西 就是弄一台拍 然后加一个 触碰萤幕 然后再加一个NFC 然后我就可以写我们家的那个 打卡钟 因为我很讨厌我们家打卡钟 它是传统式插纸的那一种 我希望我用悠悠卡就能打卡 不要拿那个来翻我 OK 那我需要去进去的Code System的话 我就会用到这种东西 那我建议你们Linux一定要摸 因为你们家的未来的每一台server 尤其Ruby写的一定都是Linux Linux就有很多很多很多Code System的动作 那Ruby里面有很好玩的 很好玩的状态是因为Ruby自认为它很慢 因为我说过它有一些很方便的做法 可是那些方便会造成你的速度缓慢 那其实它没有慢到哪里去 可是它毕竟比那些Linux的语言还要慢 所以它里面就是做一大票Code System 或是用Code System的动作 那它直接去呼叫Linux的一些指令 那全世界最快的就是Linux内建的原生指令 没有别的 包括自己写的都没有那么快 所以就会有一大堆Code System的动作 那它有可能会用到 这个或是刚刚的 这两种Code System command 的方式去呼叫Code System的动作 好 最后 最后 就是 我们上面都讲完那些大概都是最基本的Ruby使用 然后 再来是额外的东西 就是 比如说 GIN怎么安装 比如说我要装一个叫做 OK你当然不知道这什么东西 那我目前也没有装 那 你要去装个GIN的时候不是到处去桌 或什么东西 大概就这样装 把名称打在后面就可以把它 装起来 好 那我先不列了 那再来是列出就是 就是 Install跟I一样 就是 Install 它可以缩写而已 那还有一个是List 你可以列出你所有版本 然后你目前在用的所有的GIN 然后甚至它的版本出来 那GIN file我们下一次会讲 也就Rills的时候会讲到GIN file的东西 我们这边先略过 GIN file里面就可以控制 我只要用 某个版本 不是其他版本 它就可以做到这个东西 好 然后 bonus课程 好像有这回事 如何打一个网站来什么东西 好吧 我们来打这边嘛 然后这边听说叫做edfiles 对不对 没关系嘛 我只是 一般get而已 要看一下 OK好 那 如果我想把这个网站的所有图片 抓下来 或是做一些应用的话 我要怎么做 首先是 你会需要几个东西 STANDARD LIBRARY里面有个东西叫做 等一下 这边太危险了 我要先开个标准 在STANDARD LIBRARY里面有个东西叫openUI 它的作用其实很简单就是把一个网页当作一个档案来做open 所以它可以用open 所以它可以用open 这个 网址 我就可以得到 等一下 我要read 档案 档案要另外加read才能读出来 我就可以得到这个网页的所有的html OK吧 这应该是 对 这确定他们的网页 然后 没关系 就正常了 然后 在require 第二个library叫做nordco.giri OK nordco.giri是什么呢 这东西非常非常的万用就是 你去找nordco.giri ok 他有几种做法 第一个是 他可以 press in xml 跟search 所以他本身是 那个 可以去分析人家的html 跟xml 跟 他甚至是builder 就是把 xml是html build出来 跟分析 全部都有 OK吧 那 里面就有一大堆 他会教学在教你 如何分析这件事 那首先是我们刚刚已经得到他们的html 那我 前面再加一个变数 比如说 html 等他 OK吧 那 html就是 Stream 对吧 就是反正就网页的也是 那之后我们刚刚 Vocalgiri 有require 那你可以去看他的 Document Document里面就跟你讲 这句话很关键 就是 抓下来 那 里面要放 那个 Hml 所以 这边就要放 我刚的 Hml 我这边改Duck好了 OK 他就会把那 Xml分析成 一大票物件 然后兔便宜 可能那是整份 那 这件事情 就会 很多 那Duck 就是我们要分析的东西 那之后呢 他有 search的语法 我记得是search 我找一下 设置语法 设置语法 跟我们之后会学到 这边先 留个底 然后我们之后 去学 CSS 会有所谓的那个 如何去指定一个Duck 或是一个 物件的东西 用 用他的名称 还有他的class 跟他的ID 来就指定 那我们这边是 需要取到所有的Image 也就是 ing 对吧 我拿到了 那 所有ing里面 我说一下他 NongoGiri的 search的 之后用法跟 JQuery一样 JQuery很像 他其实会传出一个很类似 array的东西 在 JavaScript 我们之后有讲到 JQuery 那他也会传出一个很类似的 Sarray的东西 那既然是array 你就有H可以用 OK吗 那之后呢 I就是一个 图片 这件事情 那点 attr src pull and 加True 为什么加True 因为他会把前面那个一大票出给我 我不想显示 我只想显示一个True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 他们加True的网址 就有 对吧 OK吗 当然有这个鬼东西是因为他们用相对路径 所以他们就没有 那所以你这边还要在做一件事情 先观察 先观察 前面有没有http 这几个字 没有的话把他们加的网址塞给他 所以呢 诶这间嘛 然后弄给你看 没关系啊 很多人也在我们家这样玩 然后 等一下 我需要一个结构 比如说 ams等于array 然后我要 我要先集合刚刚的东西 所以 这个 这个 这个是push的用法 就是把一个东西塞到那个array去的用法 然后end OK 那ams就是所有的网址 那之后呢 我们可以去做 map map就是一直做 可是做的时候先把东西拿出来 修改一下再塞回去 你要记得他有塞回去的动作 那之后呢 比如说mapi 就是比如说 这是url 那 url.match 如果head有http的话 那 问号 三元运算是 然后这边打的有点长 那就 url 有http的话 就url就不用理了吧 对不对 那没有的话 我应该要塞 他们家的网址 再加上 url 回去给他 这边说一下 manp.do到这边结束 对呀 挂号到这边嘛 然后 做一些事情塞进去 整理完 那 给他一个变数 做完 那 我们把印出来看 哎呀我叫什么 temp.ns 有了对吧 全部都有 然后之后呢 你就是 只需要再做一件事情 就是 糟糕事情 你要会知道 如何在Linux下 要抓一张图 对吧 要下载一个东西 那之后呢 temp.ns这边有所有的网址 那我说一下 下载的网址 这样子 wget 网址给他 他就可以抓下来 好 那所以 temp.ns.each do for uril OK 因为他每一个都是完整的网址 之后你就call it wget 这样就好了 他就会开始下载 这些那个很像他一般装画的 假装是Stream 那些斜线和斜线R那些东西 在那个 regular description里面要去打吗 要去写吗 不用特别写 除非你有特别意义 所以你只要 所以基本上你去配对 就不要去管它 对配到你要的配对 就当空白或当换行看就对了 对对对 通常都不管 他图片的tag里面的网址有断行 也很乖吧 你懂吗 就是说整个抓下来的网址 它是一个Stream 可是有时候 去分析的时候 那个分析的话要用Scan 不是用Match Match是指这边的文章的某一段 Match是指对一段嘛 Scan的话会每一行每一行每个地方都看 对你说应该用Scan 可是有时候 那种形线跟形线R那些东西 要不要把它列为 你可以列也可以不列 你可以列也可以不列 对如果我们要做多行Match的话 有的时候是需要的 对 好了听说我下代完了 LS全部都图片 OK吧 结束 然后 好啦 他们度量很好 不会跟我小人之交 因为你是控制内容 抓 所以就 那些图片也就是抓 OK好 那这个东西就是OpenUri跟Novperiod的管理 OK吧 那OpenUri是一个HTB Connect 你要记得HTB Connect 很多个 比如说我最常用的不是OpenUri 因为OpenUri只能位进一个网址 我可能要去位造红包 位造Cookie 位造什么东西 我建议你用另外一套叫做 CURB 他其实是用Core那个Library的 LibCURL方式去Core 那你就可以位造任何你要位造的东西 那这个我们在Ruby2的时候才会详细解释 那再来是例如说 ROTP ROTP 其实你可以去看 比如说 其实你去找Ruby ROTP 然后GIN 他大概 会丢到Github里面 那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是 ROTP ROTP ROTP现在很常用啊 One Time Password 然后 等一下 丢这个 那个有些网站不想要你输 那个节省他减讯费用的时候 他就会丢给你这种Pollicle 门店 OK吧 OK吧 所以他是用电话吗 没有没有 这个是一个 Open Source的Library 他给你一个相同的Pattern 然后你照着做就OK 然后他一分钟会换一组 所以你不可能会那么刚好一直命中 懂我意思吗 所以我的意思说他是怎么传给你 是用任何 时间 跟他的Key 你新增这个ROTP的时候 他通常会是QR Code QR Code里面会有那个OTP的Key 那他会用那个Key跟你目前手机的时间 算出那个密码给你 那OTP的有两种Base 一个叫做Counter Base 一个叫Time Base 我刚刚讲的是Time Base 那一种 Counter Base 我身上应该还有 没掌握我们去拨 就这个 这个东西高级货就是Counter Base的卡 好 看不到 对 这是Counter Base 他里面有 他里面有电池 他当然被我玩坏了 每次都会6个数字给你 这个就是以次数的方式来做 这是Counter Base的OPP 两个都有 那这边两种东西都有Demo给你看 一个是Time Base 一个是Counter Base 那所以有一些网站会需要像我们家交易 我们家做那个比特币交易的就非常需要这个部分 会规定说你的手机要装 不然我们就要发简讯给你 不然你就要社交易密码 为什么要这个东西原因是因为 你的手机丢了就代表你的Mail被丢了 对吧 你Mail被丢了他就可以 发忘记广告 忘记什么密码信给你 然后自己 收到自己去帮他改密码 这件事情不安全的 所以通常会 再做一个 离线的手法 这是尴尬 所以我们才会再说 甚至还要再说 一笔交易密码 那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 让你至少不会 Mail丢了 手机丢了 还是什么都丢 然后你的东西都会进 OK 那这个东西就是 OTP 那你可以 你知道这个Library之后 其实你就可以 会写一些Ruby 你就可以把它写成一个 弄到Rails里面去 然后 变成Library 然后配上一些流程 其实网站就做好了 这是整个流程 好 可是你不会写Ruby 只会Rails 这边很难串 会非常非常难串 那你要注意 一开始就install 然后 其实之后就require 他 然后就开始用 这些就是用的吧 你Ruby看熟的话 这些 基本上都不会太困难 你甚至在熟一点 你还可以去看 他Source Code 到底是怎么写 然后是RQR Code RQR Code很有趣就是 可是我要去看 RQR Code在 他是一个有趣的东西 然后 我好像没有装 我看一下 真的没有装 等下让我装一下 有了 Ruby require RQR Code OK吧 那之后呢 这是QR Code 后面是QR Code的内容 然后 他会变出 很好玩的东西 就是 如果你把它 2S出来的话 这就是一张 QR Code 可是你要把它布出来 好他是QR Code 相信你 懂我意思吗 他是QR Code 他是QR Code 那 当然你可以把它 PNG啦 可是我没印过 好啦 他兔色码给我 那你可能需要 把它印出来 或什么东西 因为他会出一张 QR Code 你们家的OTP 就可以配上这个 未给手机用 然后手机的那个软体 就可以去拍 他就OTP 就这么简单 当然你可以直接用 Jazzquid的方式去完成 不用用这个 他只是有提供 一个Library 让你可以弄成 奇怪的东西 好不好 好 这是RQR Code 那我刚才有说 OTP加RQR Code 就可以变成我们刚刚的 类似的东西 就 大概这样子 那你会发觉 这是Standard Library 这是 GIN GIN的世界一直都比 Ruby原生的东西好大 所以你无聊的话 真的可以去看一下 Ruby Toolbox 里面的Library已经多到 有点无法无天的地步了 因为 我打错字 MIDI Music and MIDI 然后还有很多Library 对啊 我们之后会用到这边的东西 那我们之后讲一些GIN在这边基本上都找得到 比如说 RQR 我没试过 应该有 光是RQR Code就有很多套 For Rails For PNG 然后 For什么东西 很多东西都有人在改的 好不好 那今天应该只能先到这样子 OK吧 OK 大家无聊聊天 回去晚安 然后我终于可以 不用录影了 我可以讲邪恶事情 好 先这样子 Sniper